非常難得 請到李大夫來到六爺林 跟我們講這個主題 因為我們一般人的心目中 你問通街的人都覺得 中醫是反對食生的 又說生冷 又叫你們生果都不要吃那麼多 中醫自己都我認識的都不多吃生果的 你如果問他 你說我經常吃生果 他一定會罵你 還有我又發現中醫有很多的概念 和我們食生一族是挺矛盾的 挺衝突的 究竟問題在哪裡呢 究竟是現在的中醫是想不通 歪曲了以前我們的傳統 還是現在我們的社會變了 現在出現很多問題呢 由於中國人 中國人很相信這些東西 我在大陸那裏 回到大陸 去講食生 人們馬上就說中醫不是這麼說 如果我在西方社會就不用了 因為他們沒聽過中醫怎麼說 究竟是 有時我又問 中醫是否真的錯了呢 譬如彼祖就幾次聽到他說喝糧了 他喝多少啤酒 吃多少寒的東西 吃多少沙律沒事的 他們又不看這些東西 為何我們好像只有中國人才要趴汗糧呢 我交給李大夫 請李大夫跟我說 好 我說了 大家好 今天再見面 我們講這個題目叫做 食生和中醫的關係 尤其是講是否寒糧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經常被問到的 而且是一直生的人 通常都會遇到的挑戰 我想今天的目標 大家都不只聽我說 你是要覺得 你以後可以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你不會覺得 我們在阿里依斯回答就好 對不對 每個人問你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怎樣去回答 所以我們今天都想方面面去講這件事 今天我們會從幾個角度去講 其實我覺得 從一個最直接的角度 好 當然吃生是否寒糧呢 我覺得很簡單 肯定不是的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答法 但是問題是 那為何不是呢 我剛才跟你說 可能你不相信 所以我們今天都想從方方面面去講 中醫對這叫做寒熱 食物的寒熱 或者身體的寒熱 這些理論是甚麼概念 實際上因為很多人都沒有去指制研究 或者這樣說 就算中醫都很少去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可能都是這樣說 好像西醫都一樣 西醫在醫學院裡面 很少學到營養學的知識 而中醫也一樣 在大學裡面很少學到這些基本的食物 養生的概念 很多醫師都是自己學回來的 所謂自己學回來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自己生活裡面 他怎樣實踐 他怎樣揚容 他就會這樣說 但是我們生活裡面用甚麼方法 通常都是跟這個社會潮流去走的 例如現在的人說 都說吃肉很補的 那意思就是跟你說吃肉很補身 所以例如 我們經常講一些例子 例如好像香港的電視節目 經常那些 中午是有些婦女節目的 他們會叫你煲一下湯水的 我曾經都被邀請過上去 然後邀請的時候 第一句我反問那個 邀請我的同事 我說 我不是很懂得講湯水的 如果我不講湯水 可以不可以 但是他跟我說 不是我一定要講湯水的 其實不知大家明白不明白 因為其實都有不少中醫 是不建議人喝湯水的 但是因為民間的人 是喜歡喝湯水的 那些師奶喜歡煲湯 每天都要煲 所以那些中醫 就是要轉變自己 去迎合這個社會潮流口味 可能只是講湯水這件事 其實本身在傳統中醫 我們大學裡面 教育都沒有講這些東西的 實際上是香港這些地方 特別喜歡煲湯水的 比如說去北方 台灣 那些人都不特別煲湯水的 所以你說 煲湯水是否是中醫 推薦他養生呢 那我會講說 本身這件事不是中醫的 是民間有種現象 但是民間做多了 那中醫就要嘗試解釋它 那因為中醫是不可以 唐主流的文化去相反 去跟他抵抗的 那如果我說我擺這個湯水的 那些人會不會去看我 會不會去看你 所以呢 搞到這件事就變了 好像漸漸變成主流一樣 實際上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可能我稍後都會講 例如具體的例子 例如大家經常說 吃芒果很濕熱的 大家聽過這個說法 其實中醫裡面是沒有這個說法的 在典籍裡面都不會這樣寫的 但是那些人這樣說的 那些中醫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搞到是民間改變了中醫 那實際上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經常見的 好像叫錯誤例子 那當然我們今天想 不是只為你聽具體技巧的 是想逐個介紹給你聽 就是中醫怎樣認識這些問題 怎麼按的這個 不好意思 對了 講錯內容 是不會按的這個 那今天就講這幾個問題 按一下怎麼按的 好謝謝 好 今天就想講這幾個問題 變得很小 怎麼知道自己身體 是不是真的寒涼呢 可能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有些人經常說 中醫上有分什麼寒低熱底的 那究竟你個人是偏寒還是偏熱的呢 那怎樣在你每餐飯裡面 去把你的身體去調和寒熱呢 怎樣判斷食物的寒熱呢 好遲 不如我按吧 是按這個 按這個按鈕 是的 我按吧 我應該按到 我不會按手的按鈕 好 我不會按這個 上下 page down 是這個 好看清楚 沒有亂按 對了 怎樣可以保身體呢 如果食生的話 那怎樣可以知道 食蔬果這些 是不是真的寒涼呢 如果你真的寒涼些 又怎樣處理呢 那是有不同層次的問題 我們都一起談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素食呀 或者是食生 是不是寒涼呢 那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本身是很簡單的 因為你知道 就算是植物的食物裡面 都會有分叫做瘟熱 還有寒涼的 是不是 大家最知道 例如什麼生果是瘟熱的 什麼生果是熱的 什麼生果是熱的 是的 少了是不是 等著說 荔枝龍眼 榴槤 芒果這些 就是瘟熱性的 但是寒涼當然都有的 是不是 西瓜 里亞那些就是寒涼的 但是實際上 素食的食物裡面 都有很多是熱氣的食物 這些什麼薑 辣椒 肉桂 很多香料 那你肯定不會說 生吃薑 生吃辣椒 就是寒涼的 是不是 你不會說生吃一個食物 就是寒涼的 那個物質 本身 它有分寒熱的屬性 是它自己自然狀態已經是 它無論它是不是煮熟 是不影響它的 所以你不會說 生吃的人 一定會寒涼一點 當然 其實更加大部分的食物 應該是不寒不熱 又不寒又不熱 或是食物都應該是比較平和的 所以 這些是說 有些食物 它是平和之餘 它可能也有些偏頗 可能稍微偏寒 還是稍微偏熱 這樣 所以應該這樣說 就算是生吃的食物裏面 它有不同的特性 有些是寒 有些是熱 大部分都是平和 那當我們 如果我們說 吃生就是寒涼 那就是這句話 什麼意思 知道嗎 一炙燭乾 打一炙人 就是你會覺得 生吃食物裏面 有些很寒涼的 生果 西瓜 你又很寒涼的 那你就會覺得 所有生果都寒涼的 那肯定不對 是不是 你不會這樣想的 那就是以偏概全 所以 其實這些是很基本的常識 肯定不可以說 吃生就是一定會寒涼些 從基本理論去這樣說 但是 我又很公穩地說 又真的實際上 出現了一個現象的 是很多人開始吃素 或者吃生之後 身體就會感覺 比較怕冷些 它就會覺得自己是寒涼 那究竟這個是一個什麼現象 那待會我們會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而這個現象 其實不是因為 食生那些蔬菜水果 是特別寒涼 而是因為 我們轉變飲食過程 身體出現了一些變化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呢 我們慢慢就會明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蔬食啊 食素啊 食生果啊 這些是寒涼呢 待會我們再說 我們從最開始的 基本扣令入手 就是我們要分清楚 什麼叫做食物 什麼叫做藥物 因為食物和藥物 本身是不同的概念 在中醫裡面 有說法叫做 凡藥都是毒的 但是中醫裡面那個毒 不是說中毒那些 蛇毒啊 什麼昆蟲咬傷的毒啊 中醫的毒呢 就是說它有偏頗 有一些偏頗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說 用藥呢 就是用這個藥 就比較寒 那就可以 治到你身體裡面的熱氣 那就是用那個藥的偏頗的寒性 去醫治你身體的偏頗的熱性 那樣的特性的意思 所以呢 每一種藥呢 它都有一些偏頗的特性 那我們才可以用來醫病 如果它的藥很平和的 那它就醫不到你身體的那些偏頗 在中醫裡面有一句經典的說法 就說呢 如果這些藥的毒性很大 治病的時候呢 十去其六 就是呢 病十分去了六成 剩下四成左右呢 你就要停藥了 因為呢 怕用一些藥太毒了 你的身體會受不到傷身 那如果一般的毒素呢 那就用十去其七 可能可以再治久一點 毒素再輕一點呢 十去其八 那就可以剩下兩成病 再讓它自己好 如果用一些藥呢 是沒有毒的藥都好 十去其九 去到呢 它就剩下很少了 都要不要再用下去的 剩下那些怎樣治呢 它就說 高肉果菜 食養盡之 無屎果之 那意思呢 是說著 就是透過飲食生活去調養 令到我們身體裡面 可以慢慢自己灰火 那從中醫院裡面呢 的想法就是 我們用藥去治病 其實它可能是效果 比較快速的 那但是呢 用藥呢 很多時候可能怕太厲害 會傷身 所以去到差不多 要自己調養 最後是要透過食物的 那從這裏就可以看到了 藥物和食物的分別 就是藥物是會偏向有毒性 或者偏性比較明顯 而食物呢 應該比較平和 才可以令到我們每天都可以吃 那這兩個概念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所以呢 食物特性就是平和一點 藥物的特性就是比較偏火一點 那就從兩者去區分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呢 你會明白 其實呢 就算說寒熱這個屬性呢 其實在食物和藥物的層面呢 都很不同的 例如可能呢 有些什麽食物呢 有些人可能聽過說好寒 那樣的 有些什麽食物 大家會覺得好寒的 不要吃啊 那些這樣說的 西瓜可能是 還有些什麽 椰青水可能是 好寒 還有什麽 沒有關係 好寒 或者有些什麽菜 什麽菜好寒 戒菜 這樣說 大白菜 這些 很多聽這些說法都說 有些好寒的 但是 其實這個所謂 大寒這個字 這個名字 實際上 你用藥物和食物的層面 的意思是很不一樣的 可能我們在食物裏面 可能這些 西瓜金色綠豆 那些人說好寒的 藥物裏面 就說黃蓮 石膏這些 大寒的 但是其實他們說的 真的寒的特性 都很不一樣 我爲什麽說呢 如果我們用一張 這樣的圖去講 第一次 一個食物很平和 不寒不熱的 是叫做零分 這樣 如果它真的很寒 就給它一分它 如果它真的 在說的是 藥物呢 它應該就是偏向最極端的位置 但是如果它是食物的 它還是偏向比較平和的位置 所以你不要聽那個名字 叫做好寒 你被嚇驚了 實際上那個所謂好寒 它始終是食物 它不是藥物來的 只不過是它定了一個成 在食物裏面 它相對比較寒 而在藥物裏面 它是相對比較寒的 是這些藥 實際上 你說西瓜和這個黃蓮 那個寒性 當然是差很多 實際上 中藥裏面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叫做劑量 你吃多少 是吧 你一次吃兩口西瓜 同一次吃一個西瓜 效果當然是很不同 是吧 我們說用這個石膏 你用一個一克和一個十克 都差很多 是吧 所以 就算很寒的食物 其實可能你吃少少幾口 就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你可能不要吃太多 是吧 所以我想我們都會有一個 很清晰概念 你不要給一個食物的名字 就是人們說很寒很熱 就立刻嚇驚你 就一定是完全可以禁忌 實際上在中藥裏面 我們講的 藥的很寒 和食物的寒 都還是真的有很大的區別 偏向極端的就是藥物 偏向平和的就是食物 我們剛才有一個問題 叫做 究竟我是寒底還是熱底的 這個問題 現場的朋友 你們懂不懂分的 知不知自己是寒底熱底 你知道自己是寒底熱底的 你是不懂分的 請他走 大概猜到的 你知道自己是寒底的請他走 知道自己是熱底的請他走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關於這個問題 我可以和大家講 在中藥上面 是沒有寒底熱底的說法 所以你不懂分是很正常的 是應該不懂分的 你問我 我是不知道怎麼教你的 是教不到的 我們以前的教書 是沒有教這件事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在古代的古籍裡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當然 現代的中醫 都是這樣說 民間的人說得多 所以中醫開始順應民間 就會說 你這樣就是熱底 這樣就是寒底 但事實上 那些不是中醫理論 那些是民間的人 喜歡這樣說的 為什麼我覺得沒有這件事呢 尤其是所謂底這個說法 當我們一講底子 就講你的根本的體質 就好像是你一出生就注定了這件事 一這樣講 就等於好像是星座 生肖那些 算命那些 你一出生 什麼時辰出生的時候 你一生就是那個底子 你就以後都轉變不了 我覺得那個底子 最麻煩的是這個問題 如果用中醫的說法 叫做 好像是哪種體質 都還好一點點 有些人會說 你身體就偏寒 可能偏濕 可能偏虛弱 偏陰虛 那些 都還好 但因為體質的說法 人的體質可以轉變的 可能你年輕的時候 可能是偏熱一點的 可能之後變寒涼了 或者再轉變 病了又不同 但當你一講寒低熱底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你 不要的 我現在定了就一世了 不能變了 所以我這個底子 我以後就一定要那種生活方式 那種飲食方式才行 實際上中醫就不是這樣想的 而且最大問題就是 寒低熱底 中醫你沒有這件事 最後問題就是 因為一個健康人 是應該沒有底子才對的 沒有底子是說平和 不寒不熱 健康人就應該是沒有 特別偏寒還是偏熱的 就是應該是中和的情況 所以一這樣講 就好像覺得 異分法 所有人類都要分寒還是熱的 就沒有中間 我想這個是很清楚的想法 實際上應該是世界有健康人 健康人就是不寒不熱 而且除了分寒之外 還可以有很多分法 就算是說寒熱也好 在中醫裏面 會覺得人身體裏面 是很多時候會同時寒熱並建的 我們傳統的名字叫做寒熱挫集 即是可能在裡面上面熱下面寒 或者你皮胃 胃就熱 皮就寒 或者可能是心熱肺寒 腸熱公寒 很多這些講法 實際上如果你去看門診 我可以跟你說 你的五臟是苦 你的肺可能是六成是熱的 四成是寒的 你的腸又偏寒些 你的膽又熱些 可以這樣逐個講的 正常人 就算很平和的人 通常都有一些局部的狀況 是有偏寒還是偏熱的 是絕對不會 只是一個寒底全到寒的 我經常講的笑話這樣講 如果你的人是寒底的 你現在應該已經死了 而且還要死了在殮房的冰格裏面 那你就是寒底 我同事 全都是寒了 如果你的熱底 就是你死了之後還火化了 人全都很熱 那你原來什麼叫寒和熱 問題就是一個人很難 是完全單純寒還是單純熱的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現在的人喜歡分寒和熱底 大家猜一下 當然我講這麼久 是沒有分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民間的人 喜歡分寒和熱底 如果我跟你說 你是寒底 那可以有什麼用 如果說你吃什麼 如果只是為自己 就這樣的說法 沒有那麼多人會認識的 通常一件事 那麼越多人認識的 是因為他有商業宣傳 明白什麼意思嗎 因為有商業的 就用去推廣他 那有什麼商業方法 是人們會喜歡 知道你是寒底的 如果你是寒底的話 你可以吃什麼 吃補膽 沒錯 可能你去藥房 可能你吃什麼 洛陽 人參 那些補身 可以賣些東西給你 例如你吃熱底的 可以吃什麼 你喝涼茶 沒錯 所以那些涼茶店 很喜歡分離 你喝涼底的 喝沒有種涼茶 有些溫茶 你喝熱底的 喝涼茶 這些就是最簡單的術語 令到那些人 相信是喔 我是寒底的 其實那些東西 很簡單 線性的想法 當然 當你這樣聽完之後 你很明白 不妨擺開這個框框 實際上是沒有這件事的 除非那些人是很重病 全身都很寒涼 但就算重病的人 往往都不是單純寒涼的 我剛才遲了一點點來 因為我去醫院裡 見了一個很重 昏迷的病人 他真是全身很水腫 中醫來說是很寒濕的 但同時間人很熱氣 通常有些人去到 嚴重危重病的時候 他就是同時間有寒有熱 為甚麼危重病呢 就是因為有寒有熱 他才難醫 你用熱的藥去治他寒 又不是 一用下去他就會變熱 總之兩個藥都會矛盾出現 所以這就是中醫面對一個人的困難 如果那個人是單純寒熱的 其實容易解決 但那個人同時間又寒又熱 這個才是一個真實常見的臨床情況 我們做中醫很多時候就要看 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寒熱 又或者是在醫病的時候 可能分哪個重要些 哪個先哪個後去醫療 又有些人問 怎樣可以每餐飯裏面都調和這個寒熱 即是怎樣食物之間配搭 令到他不要偏熱 或者是寒氣 關於這個問題我又敢回答 當然最好每餐飯吃一些平和的食物 即是食物剛才說的 大部分都是平和的 食物裏面大部分都是平和的 但有些食物偏向特別熱氣些 或者是寒涼些 那些便少吃些 理想的是吃平和 但因為吃平和的食物 往往就是很清淡 例如你吃飯 白飯沒有味的平和 所以我們就喜歡吃多些有刺激的東西 例如香港大陸現在很多人喜歡吃麻辣火 就是覺得刺激 尋求不同的味道 或者是寒熱的邊頗 是一種刺激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 為甚麼人喜歡吃寒 特別寒涼或者熱氣的呢 吃雪糕吃冬飲那些 便覺得正 吃熱氣的便覺得正 這種就是對身體的刺激 所以當然理想的情況 我們少吃些刺激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們為了豐富我們的生活 很多時候人便會含求刺激 令自己辛苦了 當然 所以面對太刺激的時候 反過來吃些平和食物便可以 又另一個問題 其實就算你有時吃了一些 就是熱氣的食物 你可能不一定在那一頓之內自己調和 例如可能是你剛剛那一頓吃了一些東西 那你下一頓便吃一些清淡的東西 那你便在不同餐之間做調和都可以 所以當然你可以很考究一頓飯裡面的食物怎麼配搭 如果要學這方面的東西 是很複雜的 做廚師 或者是中醫養生學 那些食物的配搭 那些要講幾十個小時才講到這件事 那很複雜 但是我覺得 那不要緊的 你不知道都無所謂 那你自己感覺到自己有偏頗了 那你其他時間便再轉化一下便可以了 所以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命題來的 就是不需要一定每餐飯都調和寒熱 只要你在生活上出現問題之後再調和 那都可以 甚至這樣講 如果你是比較健康的人 你吃了寒熱的食物下去 你都不一定要去再作出調和 因為你的人要自己調整 那這個才是一個人好玩的地方 因為人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你不是說你吃了寒糧下去 你個人就一定寒糧的 這個也是今天很想講一個重要的觀點 就算假設美食生的食物是寒糧都好 都很多人吃完之後都不寒糧的 吃完後反而熱氣了都有的 我們用一種很抽身的角度去想 例如不要說食物的寒糧 例如說是環境的寒糧 例如可能是有些人生活是一些很寒冷的地方 例如可能是一些什麼 例如愛斯基窩人 北極地方那些人 那你是不是說生存在北極的地方那些人 全部都寒糧的 你有沒有這麼說 一定不是 或者中國北方的人落雪的 是不是那些人發生寒一些 不是的 例如好像說 是不是生活在熱帶地方的人 身體就特別熱氣一些 這個問題大家有沒有聽過講過 因為我曾經有一種經驗 就是試過去那些 菲律賓那些熱帶地方做異診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當我去菲律賓做異診做得多的時候 發現了一種現象 就是那些熱帶地方的人 大部分人身體都是比較寒涼的 這個才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們經常會想 我以前都會想像 那些熱帶地方的人真的很熱氣 但不是的 是真的那些人大部分寒涼 我在那裡用瘟疫的藥 比香港更多些 對呀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大家覺得為什麼 有什麼可能性 這個我都思考了很久 有很多可能性的 有什麼可能性呢 你覺得 水肚是吧 天氣是怎樣的 可能是吃東西 可能是吃多了寒涼生的東西 的確是 那些人喜歡吃冷的東西 他們不喜歡吃熱熱的東西 喜歡吃糧食 熱的東西吃下去 出發寒啊辛苦啊 也都喜歡喝凍飲啊那些 剛才說是這個 水肚 什麼水肚呢 會是 都有個可能性 一般你會覺得 可能是熱帶地方 太陽這麼厲害 應該會熱多些 水肚可能是一個想法 但是似乎未必是 還有什麼可能性 還有沒有 還有什麼想法 又有些人可能說 那些人可能都吹冷氣多 可能城市人都有 但我去做熱撒的那些鄉村來的 都少冷氣一點 但是呢 又這樣說的 不要以為熱帶地方的人 就不冷的 因為呢 其實你穿三十幾多 對不對 熱帶地方 有些時候下雨 濕什麼都很涼的 可能它就 反而少了衣服 又會凍傷 這些呢 外在環境因素 都可能是原因來的 但是我觀察到 另一個重要原因 那個原因呢 後來我們 跟醫師討論了很久 發現了一個因素 那個因素 跟季節有關 跟他們環境的氣候 特徵有關 那季節是什麼特徵 如果是意大利方 是什麼季節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其實這樣叫沒有季節 對不對 通常呢 它一年只有兩種季節 就叫做濕季和寒季 但是呢 相對來說 它沒有了什麼季節 沒有了冬天 沒有了秋冬 我們平時說呢 四季是有春夏秋冬的嘛 而中醫角度呢 就覺得春夏秋冬 跟人身體的 氣的規律有關係 就說春夏天呢 的氣就是往外散的 秋冬的氣呢 就是往內收藏的 那你想想 如果 它一個人生活 在一些地方 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那是怎樣 這年四季的氣 都是往外散的 那它就沒有了秋冬 就是沒有了什麼 身體的氣血 就沒有了收藏的時間 那這個是很厲害的 就等於你 一夜二十四個小時 你都做運動 你沒有睡覺的 你沒有給自己休息 那所以呢 你的二人不是長期 都是處於一種 好散 勞累的狀況 那那個二人就會虛弱了 虛弱了 就自然那個人 都會容易受寒 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來的 之所以是這樣 我們 我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那些東南亞地區的人的文化呢 我們會經常覺得 東南亞地區的人很懶的 是不是 你會這樣想的 然後呢 東南亞地區的人都很不喜歡華人過去的 通常都排華很多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中國人就不會死的 去那裡生活 是勤力工作的 但是如果在那裡土生土長的人 那些人呢 因為他沒有冬天的嘛 那他就要每日製造些時間給自己休息 對不對 那他就要休息多幾次 所以那些人真的 冷氣是對的 是正常的 因為他要面對這麽熱的環境 他要每日製造多些時間給自己 好像冬天一樣去收藏 如果你整天這樣去工作 那當然你得多錢 但是人很傷身 搞到文字已經虛弱了 這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地方 所以你這樣理解的 我們用那種特徵去反過來看現在 一個人呢 身體會不會寒涼呢 跟很多因素有關係的 他不只是跟食物有關係 他會跟那個環境氣候有關係的 又好像香港那樣的環境 那你說香港是屬於什麼地區的氣候環境 通常我們說它是亞爾大的地區 那香港的四季特點是什麽 大家以前讀小學都這樣說 讀過香港的小學 就要說香港四季都不算很燈明 就要說香港的冬天不是很冬天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香港其實基本上幾乎沒有冬天 香港冬天大部分時候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都可以 可能是幾星期的 很短的 相對於中原地方 北方那些真的會下雪是很不同的 最大的不同是什麽呢 如果你去一個下雪的地方生活 你冬天會怎麽樣 做一些活動 就算你都上班都好 你肯定盡快回家 不會出街玩 不會走去登高 不會出去到處走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好的休息 所以為什麽香港人呢 我自己看病都是 香港大部分人都是比較寒涼的 身體 很多人會覺得不是的 香港意大利也不是應該是濕熱的嗎 可能以前百多年前可能是的 但是現在香港人首先生活壓力這麽大 這麽努力這麽少安息 通常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才是最忙碌 最忙碌的時候 冬天的工作更忙了 另外例如是香港 我覺得以前和我在北京生活很相反的 在北京一年四月都很熱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因為冬天有暖氣的 冬天我在家裡失落不知多熱 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時候 冬天我用一個webcam 和家裏的人見面 我在家裏面穿短袖衣 香港那個家裏的人穿著羽絨 真的差很多 而在香港一年四月都很冷的 大家知道嗎 現在夏天大家感覺到很冷 開冷氣 出入冷氣的地方 那些商場 上地鐵那些都經常冷的 你想想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一年四月都在冷 所以我們人寒糧真的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今天講整個議題 不只是講飲食的問題 記住 因為一個人寒糧 是跟我們整個生活的作息有什麼關係的 反過來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特別講 要著重食物很平和的 通常是什麽需要這樣做的 是特別是在醫院睡病床的人 因為他們剛才說 我剛剛見過那個 危重病的病人 因為他寒熱都很盛 如果他吃一些 屈熱一點的他又馬上熱氣了 吃寒冷一點他又受不了 所以他設定要吃得很平穩 令到他的病不會影響到 但如果我們作為健康的人 你坐在這裏都不會很大病 也都是 其實你會有些能力可以自己調整 只要在飲食上稍微有些技巧 那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問題了 不要忘記 人不是機器 中醫跟西醫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西醫很多時候當人是一個機器 所以就是你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有問題就按你那些 但是中醫就會覺得 人會有自己調節的功能 所以我們怎樣順應 人的自己的特性 身體裏面如果有一些 就是小小的寒熱偏頗 一般都會有自己調節的能力 那當然如果可能去到病了 就代表他自己未必那麼快去調節到 所以可能那個時候就吃些藥 去調整一下會快些 但是如果健康的人當然病了 都可能可以自己治癒 那都代表身體可以自己調和這個寒熱的能力 例如是如果一個人真的 怕冬的時候 就很寒了 那可能有些方法他會出現震 或者是發燒 或者可能是個人喜歡吃些熱飲 或者身體會出現疼痛 其實這些所謂的病徵 都是身體自己想幫你驅長這些寒氣的方法 例如是你可能熱氣病多的時候 你會容易出汗 或者你小便黃些 或者生一些暗瘡 或者生一些皮膚皮疹等等 那這些都算是自己調節身體的方法 所以其實一個人身體裏面有問題 往往自己都會調節的 而實際上 無論是什麽方法 我們上次跟大家見面有講過 通常是三大的途徑 可以排走身體的毒素 還記得三個途徑 三個字 叫做汗 然後嘔吐和向下走 所以說透過出汗 透過小便 都可以排在裡面的寒氣熱氣 當你身體裏面 無論是有寒熱濕 各種東西 只要例如是你好好的出汗 又或者喝多水 又排在小便 那些人都可以自己調節的方法 所以實際上都不一定要從食物裏面 去調和寒熱的問題 食物講究是一個其中一種角度 而人的生活作息 你的環境 你的起居 做運動 或者你的情緒 都會和寒熱是有關係的 我們又講幾個有趣的議題 這幾個議題包括 吃辣東西是否代表身體寒冷 這個問題一般都是真的 例如我前一陣子有個朋友跟我講 他以前去吃麻辣米線 他可以吃到三小辣 還是兩小辣比較高的那些 但他最近有個體病 因為他都很寒濕的那些 我開了一些溫熱給他 去除一些寒濕 他說他現在 已經吃過低一點的 不知一兩個小辣 已經覺得很辣了 代表身體真的變得寒氣濕氣 減輕了 他就不需要吃那麼辣 實際上代表人是沒有那麼寒 就不需要吃那麼熱氣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基本的考慮 的確都可以是代表這樣的意思的 但是呢 實際上又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地方的人 都是全個地方的人都吃辣的 對不對 大陸啊 四川啊 重慶這些都是很辣的 例如是 印度啊 俄羅斯啊 這些呢 都是吃辣的國家來的嘛 你不會說那個國家的人 全部都身為寒涼 你不會這麼說話的嘛 當然可能 那些國家地區的人 都可能給他多些是偏寒涼 但肯定都不是的 都有些人身體很熱氣都喜歡吃辣的東西的 所以呢 某程度來講是尋求刺激 或者叫上癮 所以呢 都不一定是可以這樣區分 因為呢 人有這種 自我調節能力的 那所以呢 如果 吃辣的東西都好 那個人呢 例如一邊吃辣 一邊沒有出汗的 是不是才吃到很熱啊 那就代表他想自己排走的熱氣而已嘛 那出賣點汗 熱氣排走了 那他就平衡了 那所以呢 其實人有這種能力 可以幫自己 恢復一種平衡的 對方轉了 就算身體寒涼的人呢 有些人都吃不到辣的 真的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不是呢 即是呢 哇 身體很寒涼 但是呢 吃熱氣下去呢 又馬上不舒服 為甚麼會這樣呢 實際上是因為一個人 很多時候寒熱並存 很寒涼的人 他可能都有些熱氣的 所以一吃熱氣他又上火 可能會喉嚨乾 喉嚨痛生非之 發得不好 兩等 所以呢 又真的不代表身體寒的人 就馬上可以直接吃辣去解決 就這樣說 所以呢 身體寒涼解決方法 有很多種方式的 吃辣的 或者熱氣的東西 是其中一個方法 有些時候呢 都可能呢 是要用別的方式的 所以呢 有些人會問 阿醫師 是不是吃辣的東西好啊 那當然呢 如果你承受到辣的東西 我也覺得OK的 那吃辣的東西呢 其實是可以鍛鍊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沒有人試過 不斷瘋狂吃辣呢 我以前呢 試過有一年 在南京生活 那些人都喜歡吃辣的 那些人都喜歡吃辣的 然後呢 我又嘗試一下吃辣 然後吃一下吃一下 就是越吃越辣 然後吃到很辣之後呢 就回不了頭了 就是每餐飯都喜歡吃辣的 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去吃辣的地方呢 我試過去四川呢 那些人吃一些麻辣的食物 我怕我們香港的同學去吃東西呢 因為吃不習慣那麼辣的嘛 我們叫他說 可不可以走辣椒 那些廚師會跟他說 可以走辣椒 但是這樣不好吃的 是不是 沒有味的 那些人真的習慣了吃辣呢 吃平淡的東西就不行的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不要鼓勵 就是不斷去挑釁的辣椒 那就是會變成依賴性 反而呢 吃不習慣清淡的東西 身體呢 就走向了一邊偏頗 所以飲食呢 都是清淡是正常啦 這樣一個人才會更加吃到滋味啦 而實際上 我想香港人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習慣了吃東西 吃得濃味嘛 所以吃的食物都有很多調味料 那我們不習慣吃沒有調味料的食物 例如好像 吃生這樣 開頭你不一定是 例如吃沙律呢 就要做些沙律醬啊 或者自己打醬汁下去調味 但其實如果你 個人口味很健康的 你就這樣吃棵菜啊 就這樣吃水果 都完全夠味 所以這個都是等於 我們不習慣那種清淡 口味覺呢 就終於追求刺激了 那吃寒涼 是否代表身體會寒冷呢 這個問題呢 剛才講了啦 我覺得肯定都不是啦 我見過很多人 很多人都經常吃生冷的 就是生冷的 不要說它是不是 寒涼 寒性食物先 例如 食生的人很多都是不吃熱的 那你長期吃冷的東西都沒有 很多人都是身體 都不是寒涼的 那你見到好像這隻猴子 就知道 它在冰天桌地 發臉都是很熱的 很紅的 對不對 就是 反正他那個人呢 如果他越承受到寒冷呢 可能他身體就越容易溫熱的 這個就是另一種的 相反的想法 我們會經常想 那個人如果 經常去吃寒涼的東西 身體就會寒涼 這種想法是建基於 你覺得人是機器 吃寒的東西你就會變寒 但是因為人是活的 人是一個活的機體 對市民是有反應的 當你經常吃寒涼 那人反過來很大機會 是令到你變回溫熱的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這個問題 我們用運動基本去考慮 例如你一個人經常做運動 那人究竟是虛弱些還是強壯些 當然這個問題是好看你做多少運動 做多少運動 但是你做運動理論上是強壯了 所以如果你做運動 那是流類的 你身體虛弱了 如果做運動之後虛弱了 這個想法就是 好像機械的想法 這個機器用得多就會死 會壞會老 但是如果人體是反過來的 你做得多 它會適應 它會調整身體 令到你接受那種能力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寒涼的東西 吃生的東西 吃得多 反過來身體會更加強壯 這個才是重要的地方 這個是打破框框的 這種說法 當然 這種說法我會這樣說的 因為 待會我們會再重複一次這個議題 這種想法就是 一個相對健康的人 他想要長久健康 應該好像剛才說要做運動 做運動可以鍛煉身體 令身體更加強壯 但是鍛煉這件事 就不會在你病的時候鍛煉的 你明白嗎 你在病的時候 你當然要休息一下 你不要去挑戰自己 所以我們在說的是 如果你真是想得到一個終極的健康 真是不怕冷 反過來是需要吃些生冷的東西 是的 我們分幾個層次講 剛才我們一開始講的是 就是本身吃生 大部分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不是叫做寒涼的 食素食食物 因為它都有分寒液的 只要你不要特別瘋狂 吃寒涼食物 那你就不會寒涼 但是如果說的是真是 相對健康的人 他不是病的狀態 其實是不記得吃寒涼生冷的東西 因為你要吃這件事 反過來你個人的身體腸胃 才得到一種鍛煉 你個人才會更加健康 這個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身體 越來越寒涼的另一種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界 大部分人都缺少這種鍛煉 明白 就是因為我們太少吃生冷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腸胃 習慣了吃熟食 吃熱氣的東西 令我們很依賴這些食物 當我們一脫離這種依賴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頂不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例如剛才講的這個問題 是否住北方的人 真的有寒涼 肯定不是 我見過很多北方的人 身體不知多強實 因為北方那些人 四季分明 冬天可能下雪很冷 身體就強壯了 不怕冷 這個道理是很常見的 如果我們是自然界的動物 我們順應四時環境生活 我們能夠面對著夏天的瘟熱 又面對到當天的寒冷 那個人的身體就會承受到不同的環境 那個人才真正強壯 但如果不是 例如冬天又開暖氣 夏天又開冷氣 一年四季都只是一個很舒服的溫度 裡面生活 那個人不就很虛弱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概念 就是當我們身體長期吃熱氣的東西 吃熟的東西 我們的腸胃就會缺少了一種的訓練 這種訓練是甚麼呢 因為中醫覺得人的腸胃有一個功用 現在叫做消化食物 胃可以消化食物 但是以前傳統有一個名叫做胃可以附熟水谷 可以附爛可以煮熟水谷 即是食物 人的胃本身可以煮熟食物的 即是吃生的下去 是可以自己煮熟它的 很簡單是不是 你吃生的水果下去都消化得到 那就要熟了 但是當你每餐都吃熟食物的時候 你的胃會發生甚麼事呢 中醫來講胃的附熟水谷的作用 是在講胃裏面有一個東西叫做陽氣 或者叫做胃火 如果你每餐吃的食物都是熟了的 那你的胃的火會怎樣 可以較小些或者可以生下去 都不用用了 那你的火就不用透露 不用去訓練自己的火 所以當你的胃炸灌了這樣之後 突然間如果你吃了一些生的食物下去 你的胃就不夠火消化不到 之後你覺得難消化你就會虛弱了 所以你就覺得食生很難頂 實際上並不是食生有甚麼問題 只是我們太依賴熟的食物 甚至依賴了食熱氣的食物 例如煎炸油膩的食物 辣的食物 這些令你的胃火多了 所以你喜歡吃的食物刺激多些 胃又會舒服些 輕盛些 實際上都是令你的耳人 那個腸胃失去了自己本身的一種功能 我們講到這裡很明白的意思 今天整個題目其實是講的 我們為甚麼食生難進行 是因為我們現代文明的社會 進行了熟食之後 我們太依賴這種食物 令到我們失去了本身人 腸胃原有的功能 你想想人本身是甚麼動物 自然界所動物都不煮食 他們都是直接吃天然的食物 他們都知道為何人特別不行 你這樣說 可能經常有人會這樣說 就是人類有煮食是一種文明的進度 有火 文明裡面就興起了 吃多了食物了 當然這可能是一種文化的發展 但是這樣是對人類健康的一大退步 我們吃不到生的東西 人健康的其實你吃生的東西是沒問題才對的 我們現在反過來就是吃不到生的東西 是搞到我們太依賴食物 等我們這樣明白之後 實際上就是現在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吃生之後 都沒有那麼容易寒涼呢 其實那個是不是寒涼呢 根本不是寒涼的問題 只不過我們腸胃弱了 腸胃弱了你吃甚麼都消化不好 消化不好之後你的腸胃弱了 氣血就虛弱 氣血虛弱之後你吃甚麼都會寒涼 就算你吃很熱的食物都寒涼 我自己門診看很多病人 大部分人都不是吃生的 大部分人都是一般人 他都吃熟的食物 吃熟的人很多人都很寒涼的 沒有關係的 所以當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你知道了其實不是真的要令到自己 怎樣寒涼吃一些熟的東西 是我們怎樣慢慢去解除熟食的上癮的問題 吃熟的東西是令到人很有癮的 當我們解除這個癮的時候 人會辛苦 所以剛才說當你一轉變食生的時候 人寒涼其實並不是生食寒涼 是我們脫離這個瘟疫食品的時候 那個依賴 然後我們人怎樣慢慢去那裏 可以走出這個依賴 令到人可以康復 這個例子就好像 例如你平時吃煙的 喝酒的 吃煙喝酒的時候 一吃就精神了 或者普通的喝咖啡茶 那些 喝的時候精神了 那是那些依賴來的 現在你說 我一不喝咖啡茶 一不吃煙喝酒 那個人就很冷睡很累 那你是不是回去吃煙喝酒 是不是回去吸毒 是不是吃咖啡 不是嘛 你要戒這件事 你是要克服這個轉變過程 那這個過程是辛苦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吃生的時候 寒涼呢 它並不是因為吃生的問題 是因為以前我們依賴了這件事 在戒除的過程 當然人是會感覺寒涼的 但是當我們慢慢一步一步 繼續鍛鍊自己 挑戰自己 那你才可以從這個寒涼 慢慢適應過來 再轉變過去 那我們好像以前差不多休息一會 等一下我們再講怎樣做 所以我們現在學習怎樣 其實都好像學戒毒那樣的 有戒毒的過程 怎樣可以戒除熟食的導演 或者博士也經常講這件事 熟食是人類一個最大的上癮 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大家都 根本上都不習慣了 根本都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其實我相信 這個都是因為真的 隨著人類的烹飪廚藝更加發展之後 搞到我們真是很習慣吃農利的食物 擴展自己的食物的範圍 但是實際上 其實很多國家地區 那些人還是會保持喜歡吃生的習慣 起碼你看看外國人喜歡吃沙律 對不對 都會真的喜歡吃生的初菜水果 而只是配小熟食 其實這種都還可以 我覺得是 但是我們現在 就是越是民靈的地區 因為想展現一些廚藝 多溜溜 多豐富 所以就吃很多東西了 剛才又講到 好像吃調味料那樣 因為我們太豐富調味料 就是例如 不知道大家家裡調味料多不多 我們開頭吃素的時候 都會說 找些健康一點 靚一點的調味料 不知道什麼靚的椰子油 橄欖油 不同的醬油 我家裡整個架 都不知道十幾十瓶那些 但是我認識廚師那些 家裡說整個廚櫃都是 百多瓶調味料 食調味料都很有豐富的 但是實際上 很多調味料 特別是香料那些 都是溫熱性的 就是那些 什麼花椒八角 回香啊 黑椒啊 很多東西那些 都是令到你有一種瘟疫的刺激 因為吃瘟疫 大部分人都感覺比較舒服 胃感覺暖一點 好像容易消化一點 這個中意來講 就是幫助你胃的火氣 當我們吃這些瘟疫的食物 就令到個人的腸胃 就好像以爛了吃熱氣的東西了 當我們一小吃熱氣的東西 所以例如小吃一些煮熟的東西 或者煎炸油的東西 我們個人就感覺很寒 這一種就是因為身體 受慣了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怎樣可以 解除這個依賴呢 這東西是不容易的 實際上其實解除依賴很簡單 因為本身一個人的身體 是可以自己 令到自己變得溫暖的 而不是需要令到我透過食物去令到溫暖的 你想像一下 例如你冬天在家睡醒覺 睡醒覺覺得很冷 很冷 通常我們會做些什麽 會是 穿上衣服做什麽 做運動 應該是比較正常的說法 通常大部分人都不是這樣做的 睡醒就可能是 沖啟熱茶 喝點東西 令到自己吃些食物去令它暖了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大自然生活的動物 你一睡醒覺 那你當然不會喝沖啟熱水喝 對不對 你不會托它爐整個火 你肯定是會出去動一下 做運動 令到自己熱起來 其實如果我們那個人覺得動 根本就是我們太少運動 是吧 很簡單的 所以經常說 食生的人同時要做運動 要曬太陽 是很正確的 這件事 是真的做一個動物的基本的生活方式 不要依賴了 我一個人一動就吃東西 但因為這個食物的影響當然很大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例如我 記得我讀博士的時候 肥了幾個馬 大家如果見過我網上的照片 你以前很肥 那就是因為通常你讀博士 那些時候說論文 每日都經常坐來十幾個小時 那你每日做的時候 就怎樣令自己開心一些呢 就是在旁邊找些東西 就在口裡吃一下吃一下 舒服一下開心一下 我們就是 人就是經常都是生活 不開心吃多些東西 累又吃東西 開心又吃東西 然後任何想吃東西 去逛街旅行又帶點食物去 所以我們習慣了吃東西 令到自己一勞累又吃東西 令到我們真的對食物太上癮 我們沒有把寒涼的問題 變成我們生活上要運動 要曬太陽等等的責任 所以身體寒涼根本很簡單解決 就是當你吃生的時候 你覺得累 那一動 反過來就是要做運動 這個說法好像很變態 就是吃生的時候 那人很冷 很寒涼 還要做運動 就是這樣 例如我之前 試過去參加一個 在台灣參加了一個斷食營 斷食六日的 那六日斷食呢 那個老師就是跟你說 你一累的時候做運動 因為你不做運動 你要累的 你一做運動就要精神翻 一做運動的人會精神的 很簡單的 你坐在那裡睡覺 如果你立刻在那裡 就是跳跳幾下 真的醒了 會不會是 那就是代表你 我人太少動動 所以我人就寒涼冷了 所以其實根本上 你說吃生寒涼怎麼處理 是很簡單的 這件事 只不過是 我們經常想問的就是 阿醫師我又不想做運動 我又不想去怎樣 我不想太陽 太陽肌散黑 我怎麼可以吃東西 令自己暖一點 那當然你這樣 就是給我們一些難題 根本就不應該 只是透過吃東西 去令自己熱的 所以這就是 我們用回最根本的答法 這個問題 不是食物的問題 不要用食物去解決 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那些香港市民 經常問 阿醫師我失眠 煲給湯水好 他叫我煲給湯水好 根本不是所有問題 都可以用湯水解決 湯水不是萬能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 經常想吃東西解決所有病 是不正確的 生命的寒涼 真的不一定是食物寒涼 有幾個答法 因為就算吃瘟疫食物的人 都會很寒涼 對方轉 就是因為那些人生命很寒涼 只吃瘟疫的東西 但是搞到自己變了依賴 習慣了 除了這個之外 例如一個人 經常吃太飽 腸胃都會受傷 腸胃虛弱之後 都會身體虛弱 就會受寒 所以無論你是否吃瘟疫食物都好 只要吃太飽都會受傷 問一下大家 平時大家吃飯 吃一頓飯 通常是去到七成飽 之前就停的 所謂七成飽是說 其實是不飽 是你不飽之前就停的 趁舉手 很少人會這樣舉手 通常我們吃飽才停 但是其實我們所謂吃東西要七分飽才是長壽健康 七分飽其實應該是不飽的 是未有飽的感覺 純粹覺得不太餓了 不吃都OK 但問題就是我們習慣吃飽 所以大部份人每天都在傷自己腸胃 另外例如是 所以要吃得長壽健康 每一頓飯不要吃太飽 吃得少 要仔細咀嚼 那人才可以令到你的食物 無論是涵和熱都好 他都可以消化得好 最後可以自己平衡 另外就算是身體寒涼的人 如果有一個寒涼的人來看病 我看完他之後 我其實未必會想起他是不是吃生餃 作為中醫是不會這樣想的 寒涼有沒有覺得他身體虛弱了 可能受寒 天氣冷 食物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通常都不是 只是一個唯一決定性的因素 因為受寒的主要成因是外面環境的寒涼 而受寒的兩個因素是因為身體虛弱 你不虛弱的外面多冷都好都不怕冷 所以例如有些人在北極生活都沒有東西 身體正氣充足的就不會受寒 而正氣虛弱的原因 可以因爲所謂的情治因素 通常那些人特別容易受寒 兩類一類就是怕青恐懼的人 總而言而言恐懼的氣會往下沉 所以怕那些人會經常陰風陣陣 有些死任的幽風鬼風吹過來 經常怕鬼那些 怕青那些便會怕冷 另外思慮多的人都會怕冷些 思慮多的人很簡單 例如你現在突然叫你上台演講 叫他站出來這裏 然後對著人說話 沒有準備的 你立即想想想說些甚麼好 中間的氣血就不通了 你就會走陣緊張怕冷 就會冷了 很正常 思慮多氣血就會鬱滯 人都容易受寒 所以身體寒不只是食物 可以跟環境可以跟你的性格有關係 而如果我們講身心靈醫學 往往最根本是真的那個性格問題 即是那個人越怕冷那些 通常越怕青 越來越多越想 因為他怕青 搞到自己經常想很多的解決問題 就變成一個更加 叫做惡性循環 又講另一個問題 怎樣判斷食物的寒熱呢 這個問題有很多書講這些東西 例如像這個表那樣 是在網上隨便下載回來的 如果你去找這些資料 在書店都有很多這些書 講這些食物的寒熱的一些書籍 我會覺得這類的書籍 你就參考好 千萬不要信實成 因為我們做個中醫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 其實這些書我們會問的 為什麼現菜是糧的 為什麼用菜是寒的 我們會問這個問題 這件事是你自己的經驗感受回來的 還是某本醫籍記載回來的 如果它寫在這裏 它沒有跟你講是怎麼來的 往往那些書都是沒有做過一些很深入的研究的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要熟中藥 你會發覺這件事 有時可能你上網 將某一種中藥去搜尋 然後你搜尋的一些網站 它會列出那種中藥在歷代的衣籍裡面 記載它是什麼的屬性 但是同一種中藥其實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說它寒有些人說它熱的 都會這樣的 所以中藥都有這樣的爭論 食物都是有這個爭論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橙是寒還是熱的 當然講平也很對 但是可能會偏貨一些 是寒還是熱的 你覺得橙是寒還是熱的 到這個問題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覺得它是偏寒 有些人覺得它是偏熱 但是這樣講的話證明它很平和 它是近食物 其實很難講到它是偏寒還是偏熱 它是很近平和 所以那個人可能偏寒一點的人 吃下去就覺得寒 偏熱的人覺得熱 其實這件事終於有一個理論 叫做蟲化 就是你這個人身體寒的 吃下去就變寒 身體熱的吃下去就變熱 其實不是那個食物是寒還是熱 是因為那個食物本身就是平靜的 平靜的食物都吃下去 任何人裡面都變成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經常講很多食物寒涼 反過來不是因為食物寒涼 是因為大部分的人身體都寒涼 所以它吃甚麼都覺得寒涼 吃平和的食物都不幫到它 它感覺那個食物就寒涼了 所以這些表我想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實際上都要知道怎樣判斷 而那個判斷方法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相信自己 自己判斷 以前都是神龍士尚馬草 那樣長出來的 不斷吃吃吃吃感覺是怎樣 但是其實這個感覺很難判斷的 因為如果平和的食物 吃下去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如果稍為有些寒液的食物 吃下去都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你個人會自己平衡的 對不對 除非你吃很久吃很大量才有感覺 而其實要有感覺的 除非你個人本身平和 你個人的寒液很平等的 你很中立 而且你個人的那些情緒很平靜 你有打坐有修合那些人 那你感覺到很細微變化 那你才容易知道那些食物的寒液屬性 所以其實那個感覺判斷都不容易的 通常我會覺得 最重要都是自己身身去感覺上次的 起碼吃下去的感覺 會不會冷了還是熱了 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嘗試方法 那如果你是健康人的話 都應該真的憑你的心 你喜不喜歡吃那個食物去判斷這件事 那尤其是在生食疏果的情況下 是應該要叫做順心隨心的選擇 這個我想在我們這個食生的朋友裡面 經常都講這件事的 就是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感覺去判斷的 就不要別人告訴你吃什麼吃什麼 因為你的身體是可以感知到那個食物是否適合你的 但是我一這樣講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 不是啊醫師我喜歡吃炸薯條 吃雞翼 吃煎炸油膩的 吃熱氣的 吃垃圾 吃滾滾的 我最喜歡的 所以這句話是這樣講的 是生食蔬菜水果前提下 可以隨心吃 不是什麼都可以想吃的 如果你習慣了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是會上癮的 那些食煎炸油膩是上癮的 那些脆心就不是真的你的真心來的 那些是被蒙蔽了的心 那現在你要找回你的清心 所以要吃一些很清潔的東西才行 是不是 生食蔬果是可以用心去選擇去選擇 那樣東西的 那 那些例子 例如說 我很喜歡吃香蕉的 那你就吃 而且要吃到 吃一條 還很喜歡吃的 吃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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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香蕉不是的 會死的 真的 有些人 每天吃五十條 一百條 香蕉 有人敢吃 網上都是這些片 真的敢吃給你看 但是 你跟我說 阿醫師 不是的 我吃香蕉吃到第三條 就已經想吐了 我怎麼吃下去 那就對 那就代表你不適合吃 想吐 知不知 你要分辨這件事 因為你的口味 是可以判斷這件事的 如果你吃第一條 一條 很爽 很美味 吃第二條 就已經不代表你 夠了 你那個味覺 是很敏銳的 其實你是 如果你吃到第十條 都還是覺得很好吃的 那就代表你身體 還需要那個食物 這個 真是你真正的人的智慧 動物都有這種智慧 所以他第一口咬下去 覺得不喜歡吃 就馬上吐出來 是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為了那些人來環保 不要浪費 吃一口 吃下去 不要浪費 我們反而傷了自己 所以真的不要怕浪費 你要用你的真心去選擇這個食物 記住 就不要只是怕那些知識 自己身體是一個最好的感覺 而這種選擇 不單止是判斷寒熱 是判斷那個食物的那些味道 是不是真的最適合你的身體的需要 所謂營養 對你的能量都有幫助的 下一個問題 多食肉身體是否比較溫熱些 當然肯定都不是 因為實際上很多食肉的人 身體都是很寒涼的 所以不代表食肉的人身體 就比較溫熱了 在臨床上很多食肉的人身體 都很寒涼 都來看病的 而且就算是肉類 也有不同偏性的 在中醫裏面有溫熱的肉類 也有寒性的肉 所以不是說吃肉 就一定是吃熱氣的 也有些要平靜的肉 但實際上的確大部分吃肉的情況 都是比較熱氣的 為什麼 因為肉類你很少說生食 通常我們會炒煎炸過火 過了火的食物是比較熱氣的 如果油也是熱氣的 也會加香料 所以一二三的東西加在一起之後 讓肉就算是寒涼也好 都轉化成熱氣 所以如果我們吃肉多 人真的比較熱氣 那不只是你吃的時候的熱氣 你一不吃 你的腸胃沒有了那種依賴 人物也是寒涼 所以其實你的腸胃是因為吃熱氣的東西 令到腸胃收細了火 所以你的腸胃是比較寒涼的 這個才是有錯的地方 就是你多吃熱氣的東西 你的腸胃變了寒涼 所以你就習慣吃熱氣的東西 當你一解除吃肉之後 你這個人開始吃不是熱氣的東西 你的腸胃就頂不住 就是因為你習慣吃熱氣的東西 真的 所以不是吃肉的就是比較熱氣的 因為吃肉的人反而是有依賴了 所以一不吃肉就覺得寒涼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一般煮食的食法 可能是蒸、灑、燙這些 這些煮法 它就沒有改變食物的寒熱屬性 都是 例如你拿個西瓜 拿個灑過 那都是寒涼的 不會因為這樣所以熱了 所以如果只是吃素食的食物 就算煮過也好 其實它都是比較平和一點的 不是算很熱氣 除非你去炸那些 因為吃素食生之後 少吃了熱氣的食物 身體就好像感覺寒涼了 其實並不是真正寒涼 只是我們脫離依賴 脫離熱氣食物依賴之後 身體就變回 顯露那個本質 就是本身都寒涼 所以我們怎樣從這個身體 本身寒涼的體質去 令到自己變回熱氣 這個就需要我們慢慢 逐漸去鍛鍊身體 那鍛鍊真的包括你 就是羊做運動那些 令到你身體開始變回 更加多熱氣 更加多熱量 本身熱氣食物都應該 不太多食 吃多了 個人就會很依賴這些東西 身體寒涼的人 吃平和的食物 都是覺得寒的 所以我們吃生 其實很多食物都很平和的 但是都會感覺寒冷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戒除這個 食肉 或者是熟食的這些依賴 令到我們回到一種 比較清淡飲食的人生 這樣才吃得自營 而且身體才會更加容易消化吸收 我們最後再回應這個問題 就是收食所說是否真的寒涼呢 當然大家都開始說了 肯定不是吧 我們用幾種層次的理論去 不同角度去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 蔬果的寒涼 不會因為你就這樣煮 是它變化了的 所以你多吃煮菜那些 它不會因為這樣變得熱氣了的 你拿個水果去煮熟之後 它都沒有熱氣到的 所以不關生熟的事 有些食物的寒涼屬性 這個是自己特性 這個都有 但是你用水煮就沒有改變的 除非是過火 煎炸 烤 BQ那些 所以西瓜煮完都不是 都是寒的 另外一個理論就是 例如 那些寒性的中藥材 如果煮完之後 就變成熱氣的 那中藥就 中醫就沒有開 開不了藥的了 會是 我們是稱不了熱氣的 會是 那些藥都要煮過的 那煮完之後 就不寒涼了 肯定不會是這樣 就這樣煮完之後 那些藥都是寒性的 而且 生食的中藥 都有這個做法的 有些中藥材是磨粉打粉吃的 那你說生食中藥材 就更加寒涼的嗎 肯定不是 對不對 例如那個薑 乾薑磨粉之後 那些生的乾薑 它是不是會寒涼呢 肯定不是的 所以 食生是寒涼的 這個想法 根本是完全錯誤的 肯定就沒有這種說法 只是我們 我們常常在心裏面想 生食食物一定寒涼一點 其實是不關事的 生冷裏面的生 它主要是說那些食物 應該要煮熟 但是沒有煮熟 例如吃飯 那飯是一定煮熟的 如果你吃生米飯 例如煮粥 那些粥不夠熟的 那你吃下去肯定是硬胃的 對不對 那就是雙腸胃 雙腸胃之後 都會變得寒涼 另外 例如是吃生果也好 都要選一些成熟的生果 例如是吃香蕉 你吃青椒 青色香蕉 那是會難消化的 那它真的比較 最後結果就會寒涼了 所以其實未必是 青的香蕉是寒涼 是因為它生 生就比較難消化 所以你的腸胃就會容易受傷 除非你腸胃強壯 如果不夠強壯 吃生果 都應該要盡量吃熟的生果 這個我都覺得絕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都的確很多醫師會鼓勵人 特別香港人 不要吃那麼多生果 我覺得主要的一個因素是 因為香港很多的生果都不是熟的 大家明白這個方法 為何香港的生果不是熟的呢 香港很少有樹上熟的生果 這些椒都是青色就摘下來 之後你放熟它 你放都要放很久 香港很少人知道 吃椒是要吃起碼有梅花點 甚至吃黑色的 它真的覺得黃色已經夠了 例如吃菠蘿這樣 大家知不知道菠蘿是要吃熟的才是好的 什麼叫菠蘿 大家知不知道 熟的是怎樣的 那些皮 表面的皮就不是青的 起碼是黃 甚至是灰灰的 裡面的肉是怎樣的 裡面的肉是有少少半透明的 啡啡的色的 香港那些菠蘿街市買的 大部分都不是熟的 為何回家放很久 放到很多烏蠅在生氣的時候 就開始熟了 香港真的是這樣 因為它兇爛過來 但是我以前回到台灣吃菠蘿 他們全部買的菠蘿都是熟的 他們都是熟的 他們都是熟的 首先摘下來 例如吃芒果那些 香港吃到很多都是青青的 吃下去就會常惠受傷 所以真的比較生 這樣的生果都是生的 所以那些就不算很健康 如果你腸胃健康的時候 吃那些都還可以 腸胃強壯都可以消化到 但是腸胃的人 記住吃生果要選熟的 我平時都是這樣的 我是病人 我都叫他吃多些生果蔬菜 但是記住要吃熟的生果 就不要吃未熟的 熟的人就會容易消化 很簡單的道理來的 所以蔬果本身都不是生的 它是可以熟了 只是我們經常吃生的生果 就有這個問題 當然經常吃熟的食物 我們就會出現一個依賴的情況 胃就不需要再去做附屬食物 我們就會有這個依賴性 這裡就講吃生 其實有四個很常見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平時悶診 有很多食生的朋友來看症 我覺得其實未必是食物的選擇問題 其實食生很難吃到很傷身 但是如果是這些方法出現了問題 都會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 例如每次吃太多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食生會不夠飽 不夠營養 吃多些 例如我以前開始試過打果菜爐那些 都是這樣的 例如一打 就覺得打一杯仔 好像很浪費 打多一些一次 然後就打一個兩公升 打完兩公升 你又會很想快點喝光 怕它養飽那些 然後一次就打 打兩公升 兩公升很多 打一公升都好 一次喝一公升的果菜爐 其實是很肌的 你的腸胃便會容易過飽 明白嗎 所以這個是要妨忌的 都要記住 剛才說七分飽 不太飽就要停的了 所以應該要不要吃太多 第二 吃太快 例如喝果菜爐那些 吃汁那些更加是 因為吃東西要嘴咀 嘴咀有非常多好處 它會令到你整個腸胃 可以分別很多消化藥 幫你消化食物 令到你整個消化過程 真的做得好 如果我們沒有咬過 直接滑下去 那其實消化得不好的 所以大自然的動物 大部分都是不喜歡喝果汁的 都是咀的 就是因為這樣 真的對消化是有幫助 第三 就是不要相信權威 你醫師說吃豬很棒 就瘋狂吃豬 記住不要這樣做 你真的要聆聽你身體感受 剛才說主要用你的味覺 或者用你的感受 你去街市 看到五盤六色的蔬菜水果 覺得哪個喜歡就選那個 試完之後還要擠進口裡 去感受那個食物 每一口咬到它覺得好吃 就吃下去 一覺得口裡有一股味 不喜歡吃的 不要想它環環 浪費不浪費 都要拿出來 就不要覺得吃下去 不要覺得浪費 知道嗎 這個就是聽身的感受 因為很多時候說 那個果菜鹿 有魚甘蘭 有什麼菜很正 但其實果菜多正都好 你覺得味道不喜歡吃 就不要吃那麼多 是很簡單的道理 第四 就是思慮過度 剛才說思慮會傷皮 中間那些氣就會滯住 所以吃來吃幾多東西都保不回 所以特別呢 好像你們這樣 是願意來上課程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你又一邊擔心 然後一邊試 那你要擔心 其實你怎樣吃這件事 都會傷害你的身體 我見很多人吃素吃生 不健康 大部分都是因為他太擔心 其實不關他食物事的 反過來你想想 這個世界有些人 例如吃素的人 例如在少林寺裡面的和尚 他們吃素都是青菜 豆腐粥那些 你用營養客角度去想 他肯定是不夠營養的 但他們沒事的 他們打工夫 還有些人很肥的 那你說他什麼 就是因為他那些人很少憂慮 他不怕 他覺得這個食法是正確的 所以其實往往是因為 我們越擔心越恐懼 令到我們需要吸收得不好 脾胃虛弱 所以令我們更加想吃更加多東西 反過來如果你是完全不怕 你覺得吃素非常正 很安心 你吃很少的東西都會夠營養 這些呢 所以這樣呢 就會明白 吃生 其實在傳統的角度 覺得是一些高層次的人 才做到的東西 所謂高層次的人 是那些修道者 以前就叫做不食人家煙火 不食人家煙火 即是說他不用透露 但他都吃東西的 都會吃生果那些 就是因為他的人很去世離俗 很清心寡慾 所以他吃得很簡單都無所謂 如果我們在這些繁華的都市裏面 我們人很多繁雜的東西 真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好像願意吃生的朋友 首先都給我智慧的 願意轉變 而且都真的肯去令自己減少煩惱 因為食生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減少煩惱 為什麽 是因為不用想去吃什麽的 你不用想去吃什麽 香港沒有餐廳給你吃 只有一幾間餐廳 現在有幾間餐廳 有幾間餐廳給你吃 例如我們食素都是這樣的 食素我覺得很正的 就是外出沒東西吃 外出沒東西吃就很正 因為你不用煩去哪裏吃 你經常煩 今餐要去哪裏餐廳吃東西 這件事很痛苦 我有時想去哪裏素餐廳都會煩 哪裏好呢 但是我們就叫做減少了很多煩惱 不用想食物 食生你便連煩都不用吃 這便很簡單 所以其實這一種才是真正的好處 我會將食素和食生 用一個現在很流行的術語去講 叫做斷捨離 聽過沒有斷捨離 大家書店很流行的一本唱超書 斷捨離就是講我們中斷 我們寫起家裏的雜物 越簡單越快樂 家裏越少東西越輕鬆 食素食生就是令人生越少東西越好 對不對 越簡單 所以這些真的叫做 less is more 就是你越少東西 你個人的健康會越好 這個就是那個好處 我們食生不只是令自己身體健康的問題 是心都有幫助 如果這個人真是虛弱 怎樣補身體呢 很多人覺得吃肉可以補身體 覺得吃肉可以補身體 我常覺得這些想法很人頭豬腦 你吃豬腦就變豬腦 你吃豬腦就變豬腦 不是這樣想的 傳統上都是以形補形 其實不只是吃肉 是吃植物都以形補形 例如是吃根莖類的食物 可以補身體的下部分的地方 補肝臣補下肢 例如吃那些花茎葉 果子補上面的地方 會這樣說的 所以要吃植物的不同地方 可以補身體的不同部位 如果要特別乾淨的那些 吃多些根莖類 番薯 蘿蔔那些 而食種子類的食物 都是養份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就比較補身 果仁 斗鋁 五谷都可以補 如果吃生的當然 吃果仁類就是比較補身的 所以通常都會說 吃果仁都不要吃太多 都是這樣說的 而且中醫有個理論 就是說 凡是甘味都可以補身 所以吃多些甜味的水果 就可以令到人感覺很舒服 很滋潤 所以其實吃生 都肯定可以補身體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一般水果的甘味 可能不夠 可能你就會覺得 再吃些更加甘味 剛才在傳統中醫來說 覺得五谷呀 斗類都是甘味 所以覺得谷類在哪裡都是補的 所以也有時候會覺得 再吃些更甘甜一點 可能有些食物提煉出來的甜味 例如可能是谷類 可以提煉一些墨牙糖 或者那些甘蔗做蔗糖 糖類也是可以補身體 但問題就是 當你身體越是虛弱 虛不受到的那些 你就越需要吃更加多甜的東西 如果這個人不那麼虛弱 是不需要吃那麼多的 普通生果的甘味是絕對足夠的 所以例如吃香蕉 當它越熟的時候 甜味就越厲害了 青的香蕉就不會那麼甜 當它的梅花點就很甜 去到黑曬的時候 那些是很甜的 甜味很難頂的 所以這麼甜都未必頂得住的 我自己就不喜歡吃黑曬的香蕉 我也是覺得這樣一點 梅花點不錯 你看自己喜歡的程度 有些坦白說 有些人是喜歡吃青香蕉的 可能他就需要那樣東西 可能那樣東西就是寒涼一點 令到他覺得青蟹火熱 那就適合他 所以你都真的不要說 阿醫師說梅花點椒正的 不是的 他喜歡吃青香蕉的就吃 真的不要有自己味覺 你都要按自己的口味去吃 但是補身體 很多時候就不只是補的 如果那個人脾胃虛弱 吃多少都補不到 脾胃虛弱的人有兩個重要的地方 第一 減少思慮 剛才說 第二 不要吃太飽 因為他虛弱了 你那個人本身很累了 你當然要先脫下背囊 輕鬆一點 你不要給腸胃那麼多負擔 所以吃少東西 或者定期做斷食 或者還有那些罐腸洗腸 令腸胃先減輕負擔 之後再補 會不會好一點的 另外 如果你的身體氣血不通 有些叫寒氣 雨血 濕氣 那些東西 你塞住了 怎樣補都去不到那個位 所以為什麼呢 做運動這麼重要 做運動是否要流通 你才能吸收到新的東西 去到大小便患痛 出汗 你這個人才可以補身體 如果不然你裏面塞住了些東西 你吃什麼都吸收不到 那都是浪費的 對吧 又是另一種情況 如果身體很寒涼 那怎麼辦呢 剛才說了 因為有不同情況 如果你正在病 或者身體剛剛大病初遇的時候 通常都很著重病的時候吃藥 或者你身體如果是剛剛大病初遇 或者病得不算很嚴重的時候 都應該要著重是舒服休息的 那在那個時候 的確著重食物的寒熱是重要的 所以例如是真的 你比較寒涼些的 吃多些瘟疫性的食物 吃一下薑 剛才那些瘟疫的水果 吃多些 但是如果你比較 去到相對健康的狀態 是應該要脫離這種中間層次的依賴 當你真是個人想要更健康的時候 你要再往上走 這種叫做自味病 就是你要令自己真的不怕冷 如果你每天都只吃些熟食 吃熱氣食 你這個人都是會怕冷的 但是你會令自己真正不怕冷 反過來你會吃些冷的食物 為甚麼會這樣呢 正如剛才這樣說 例如你這個人怕冷 可能你家裡就會沖熱水涼 但是沖熱水涼 是不會令到你的人 是真的不怕冷的 大家會感覺到 你沖熱水涼之後 一出來的下鏡是會冷的 冬天沖完之後 出來就會冷了 反過來 如果你要令自己真的不怕冷 最好的方法就是沖冷水涼 明明這個道理 冬天沖完之後會很熱的 會是 但是你跟他說 阿義士 我很怕冷的 冬天沖到出來我頂不住 如果你正在病的 當然是不要這樣做 而且你都不用一步登天的 沒有人叫你冬天 你沖不登水涼 一下子立刻衝的 你可以試一下 沖過沒有那麼熱的熱水涼 可以不可以呢 沖過可能是相對溫溫的 可以不可以呢 不用一下子跳到北海裡 會不會死的 所以當我們講後面這個層次 其實是要慢慢鍛鍊自己的身體 可以耐受到這些寒涼 生冷的環境或者食物 食生都一樣 當你慢慢可以從這個熟食的依賴之後 可能要增加食生的比例 逐步增加慢慢接受到 又或者開始的時候 當然要先吃一些暖一點的 吃生的食物 例如打狗菜路 你可以用暖水去打的 暖一點吃下去舒服一點 但到這段時間可能是室溫水 到這段時間甚至去調節冷水 沒有說不可以吃冷東西的 腸胃健康的時候你都可以承受到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去鍛鍊自己的身體 凡是鍛鍊除了飲食之外 都包括生活上的層面 避免凍傷 擦太陽 做運動 例如衝動水糧 甚至游冬泳這些 都是可以幫身體轉變的 所以這樣說 其實食生為什麼是高層次的養生方法 就是因為食生是一種對身體的鍛鍊 其實食生在傳統的想法 是算是粗糧的一部分 它沒有精細煮的食物 生的食物是相對粗一點的 你想要咬久一點的 但是粗糧才對腸胃更健康 粗糧是相對精細的食物 因為食粗糧是傷害腸胃的 就好像做運動一樣 其實是傷身的 但是如果你做運動 你動得住的 那你就強身 這個就叫做水能復周 液能再周的理論 是中醫是這樣覺得的 所以我們不會說 生養食物就是衰的 反過來 生養食物它對你來說是一種挑戰 如果你能夠承受到它 那你這個人就會終極健康 這個才是更加好話的支柱 為什麼我真的見過很多食生的人 反而是身體很溫暖 是不怕冷的 冬天很少衣服都可以 是因為食生的人 他經過了這些粗糧的鍛鍊 令到自己的腸胃慢慢訓練 越來越健康 當他這樣之後 吃很簡單 很膨膜的食物 都能夠消化到 真正是這樣的 的確不是每個人可以做到食生的 真的 例如他病的時候 食生是難進行一些的 要他願意去挑戰自己 願意去在食物上面進步 所以我想大部分人這個社會 都未必能夠接受到 因為這件事 對大部分人來說是難的 是挑戰 所以我經常覺得很欣賞大家 就是願意食生 是很有智慧的 是勇敢的 還要辛苦自己的 但是我會這樣說 不辛苦哪裏小姦財 不辛苦哪裏可以長壽百歲 凡是長壽百歲的老人家 他都是辛苦命的 知道嗎 都是去到百歲的時候 還在做家務 洗衣服 耕田 做家務 做運動 吃東西使得很清淡 很粗糙 這個才是傳統的養生觀點 如果你吃大魚大肉 吃熟食 精製食品 喝茶 那些都會健康 所以 為什麽食生他人反而不怕動 這個就是那個智慧 就是令到他身體更加鍛鍊 當然 凡是鍛鍊這件事 就是要講求法則的 記得鍛鍊是要循序漸進 鍛鍊是做運動 例如你平時沒有運動開 你現在要開始跑步 你當然是上個跑步課程 跟教練去指揮你好些 如果沒有教練 就逐步跑 明天跑一百米 明天跑兩百米 慢慢加上去 承受到他就再增加 所以 凡是鍛鍊要注意法則 千萬不要一步登天 或者一步拾寒 你說做一次之後 然後就辛苦了 以後就覺得各種東西不對 所以食生 這件事 絕對是有方法 只要你能夠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去學習 你都可以 好像做回一個自然界動物 做回 其實就是人類基本能力 是人都應該可以吃生 只不過是我們自小吃光熟食 失去了這個能力 現在我們是重拾人類有的能力 就是這個所謂 腸胃可以煮熟食物的能力 這麼簡單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大家好 腸胃又在這裡 跟你講健康飲食 我們講的是最健康的食法 就是回歸天然的 食生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生活方式來的 不只是吃什麼 吃什麼 那麼簡單 我想大家都知道 食生在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都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和一般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很相信我們中國傳統那一套 大家去到哪裏 一講起食生 那些人都會說 哪裏可以啊 不相信你買中醫 真的啊 真的啊 不但西醫營養學家 都不相信食生是理想的做法 不相信你找一個中醫來問 他有很多話說 當然不行 你生爛東西 寒涼 不要吃那麼多 你又會怎樣怎樣 你吃了之後呢 又什麼 之類 我問問你 你聽過幾個中醫贊成 別人吃多點水果 吃多點蔬菜的 你說不吃五谷 他當然反對反對再反對 其實呢 中醫講的 我覺得不錯的 只不過呢 中醫也好西醫也好 現在營養界也好 他們面對針對的 都是一些亞健康的人 說得極端一點就是 他們今天被見過真正健康的人 真正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人 唱歌都說啦 食生呢 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來的 不但吃什麼不吃什麼 不簡單 你配合了其他的東西 你便變成真真正正地健康 就是遠遠超過中醫和一本西醫所想像的狀態 所以他說那些東西 對於真正成功食生的人 過了這種生活方式的人 完全是兩回事 好慶幸呢 等了這麼多這麼多年 終於呢 就有 真的有知識 有智慧 有愛心 有夠膽出來講的中醫 來到去贊成食生 就是長哥的朋友 李宇明博士 他是註冊中醫 他也是北京中醫大學的博士 他也在中文大學教過 現在就是自己出來寫書 又要來開診 我們很難得邀請到 他來我們六野林 跟我們講食生 是全面支持我們的 不知道上一集 你聽了沒有 162那集 那一集就是他那天的 presentation 他用一個powerpoint 一直跟我們講的 大家都可以再詳細去聽 不過呢 如果你是那天聽了那麼多 或者是你未聽 長哥現在才是很簡單 總結一下李大夫 怎樣說的呢 他就第一先說 其實吃素 是不是很寒涼的呢 很多人都以為是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就是 他說呢 即使吃素 吃水果蔬菜 都有寒有熱的 比如有些是溫 甚至熱的 例子龍眼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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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簡直是很熱的 素食來講 例如生薑 辣椒 肉桂 茴香 這些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大部分 我們吃素的食材 都是平的 不寒不熱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先 為什麼 人們會覺得食素很寒涼呢 講下去就很複雜 上一次他解釋了很多 其中有一些 就是 本來 我們吃開一些 會很熱的食材 這些熱點來的 主要是由調味品 還有肉 現在你開始吃素 不吃肉 你是沒有熱的成分 所以你會覺得寒涼 就不關數值寒涼的事 就是你吃少了調味品 還有肉 裡面的熱的成分 很多人有誤解 你的意思是說 我是寒底熱底 他就是說 從中醫來說 根本沒有寒底熱底 這些 這些是民間他們自己搞出來 是以餓傳餓的 最理想的健康狀態就是平和 有些人就是 又寒又熱的 上熱下寒 胃熱皮寒 腸熱攻寒 這些 所以不是說一個人是熱就熱 寒寒 你是又熱又寒 最理想就是平和 又不熱又不寒 當你吃素開始 你的身體就會轉平和 你吃完生之後 你成功吃生 整個人就是正常 正常就是吃寒又不怕 吃熱又不怕 又不會寒又不會熱 的確 吃了素 有些人身體會覺得冷 其實不是一定是飲食寒涼造成的 時常吃很熱的人都會寒涼 吃很熱的東西 煎煎炸炸 吃肉 那些 就 汗的原因 看寒 就是 不是 因為你吃了一些寒涼的食材 主要是環境 你自己靜氣虛弱 為什麼靜氣虛弱 就是因為你的心裡面 思想出了問題 那 醫師 就是 如果你的寒涼 你可以怎麼做呢 分開低級 中級 高級 低級 就是如果你好病的時候 你要吃藥 吃藥 去補回 它 就是 鞠躺身體 中級 就是要調養 注重生活 就是 重視休息 高級 就是要自眉病 注重鍛煉 所以 反而 提出 就是 如果你用高級的方法 就是你的身體已經是 狀態不錯 從健康方面 是說狀態不錯的 那 反而 你就要多多鍛煉 身體 讓自己冷一下 還有吃冷 反而 還有幫助 這樣 這樣 最終 在上一次 他提出兩件事 第一 食生時是需要四樣 第一 就是 吃飲食太多 飲食過飽 令到腸胃受傷 第二 就是 吃得太急 你照得不夠 導致消化不良 第三 就是盲目權威 盲去順 別人這樣說 然後這樣吃 小心去聽清楚身體的感受 第四 最常見的 反而 就是 太多事情想 想得多 脾氣 脾氣 難道虛不受補 這樣 最後第二 他也提過 就是 你聽上一次 最後幾分鐘 吃生 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鍛煉 是一種修行高層次的方式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到的 我們要有決心 要是非常之堅定 充分了解自己在做什麼 會有什麼反應 這樣才行 所以呢 他也很有興趣 來和長江媽住上 一起幫忙教大家 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 還想了解多一些 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吃生 是怎樣的呢 怎樣吃得好呢 你要來我們課程 我們的課程 就是 李博士 現在必刀相助 同常的雙劍合璧 除了是這個課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深衣的課程 都是我們兩個一起做的 希望那時候見到你 現在休息回來 接著就想你聽一些錄音 我們公開一些錄音 在課程上 上一次我們播放了李博士的發言 發言之後 當然還有答問的時間 接著大家可以聽到 你休息回來 在這一集的第二部分 我們就給大家聽到 那些徒伯仔問了什麼問題 李博士怎樣回應 長江有什麼話說 好嗎 多謝你先 很開心 你有興趣來聽我們說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 全部都幫到你 吃好一點 大家更加開心 更加健康 更加青春 休息回來 請繼續聽 我們那天答問時間的情況 OK 我想這樣的 鍛鍊通常是不會24小時鍛鍊的 通常是鍛鍊一陣休息一下 所以如果你是短時間鍛鍊 例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算鍛鍊 但如果你經常在冷氣房 那些不是鍛鍊 那些是雙生的 尤其是在夏天吹冷氣 就跟冬天吹冷氣是不同的 冬天冷的環境是鍛鍊 夏天吹冷氣是雙生 有一個很大分別 是因為冬天受寒 通常那些皮膚會比較密致些 會比較緊密些 所以那些寒氣就不進去裡面 就在表面動力動力而已 而夏天因為你出汗 熱的嘛 毛孔疏鬆一點 所以夏天那些寒氣很容易進去裡面 所以夏天真的容易受寒多 比冬天 之中是這樣 為何香港人這麼寒冷的人 絕對跟夏天開太大冷氣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夏天的鍛鍊 應該是鍛鍊自己出汗 鍛鍊自己承受熱的環境 如果剛才說 這個問題就是 是因為夏天很多時候 在冬的環境沒辦法 所以迫著要在冬的環境生活 我覺得真的要穿多衣服 這件事是很難搞的 因為夏天穿多衣服 那些有沒有覺得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些 但是我覺得 不要搞自己太辛苦 真的應該要避免受汗 都更加重要 好 有什麼想說 例如我坐10分鐘才覺得冷的 如果10分鐘才覺得冷的 如果10分鐘才開始就著汗很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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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就這樣坐在這裏 你很難叫自己鍛鍊的 除非你是在一個冷氣房 但你做運動 那種可以真的叫做抵抗寒氣 對呀 你坐在這裏 那種沒有鍛鍊什麼的 或者你刻意做一些東西 例如一個例子 好像我平時每天打坐這樣 一打坐的時候 有人很熱的 就會出汗的 那種算鍛鍊 就幫你拒忍到那些寒氣 但是你無緣無故坐在這裏 你不會這樣出汗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夏天的冷氣鍛鍊 這件事就是幾難進行的 就是 我忍著到外 就算覺得開著冷氣很冷 我都 那種不是鍛鍊 那種是傷緊身 我覺得 好 有什麼想說 可以 請教一下麥克風 可以收音 我想請問你剛才說 徐心吃 因為我現在吃生 發覺我們的三個月 我都比較喜歡吃牛肉果 榴槤 對呀很正常 但我自己覺得 我吃這些都是比較脂肪 因為吃了這些 我又覺得飽很足夠 很正常 但有些少有時候 見很多其他同學 有些可能有些人 吃一些水分多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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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分享很好 其實不是問題 我覺得這個分享就是 從剛才她說的過程 體驗到兩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聚咎感 對呀 我覺得自己 我這樣吃 好像 有人吃過的好像太豐富 好像不夠清淡 另外呢 就叫做比較心 對呀 身邊那個人不是這樣吃的 但凡是這個隨心吃 是自己的心來的 是不會人家的心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 要很仔細去察覺自己的 不要最有感 吃榴槤一次吃十個 吃十個 沒問題的 我平時我最近 我以前很喜歡吃橙的 我一天吃四五個 那些大橙都吃四五個 我現在最近這個芒果很便宜 我就瘋狂吃芒果 因為你的芒果價錢 一個芒果等於一個橙 所以我覺得 嘩這樣便宜 吃多些芒果 我一天都吃五六個芒果 那些 問題就是 那些人說芒果是失業 我又不覺得 不知多爽 我都覺得好補 那我就吃 芒果在那些食療養生書 真的說芒果是補中益氣 滋陰潤醋 其實是補東西來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那些人本身有濕熱 那便不適合補 那問題就是 那你不適合而已 那不是每個人都不適合的 你不會說芒果 全世界人都不適合的 所以你吃下去很棒的 我就瘋狂吃 真的 但都要很仔細去嘗試 例如我吃芒果 吃下吃下 間中那個 原來是裏面都還沒生的 那不要怕浪費 生的那些就真的不好吃 真的 酸的那些真的覺得 我不喜歡吃酸 就不喜歡吃 但有些人喜歡吃酸的 那便吃 沒所謂的 有些人喜歡吃青芒的 那些 所以剛才說的那個 我覺得不是你的問題來的 而且是很常見的 因為 開頭吃生的人 你本身以前 假設是吃熟的 那些都是比較補一點的 吃飯是比較補一點 其實 米飯是比較補身的 其實 當你不吃飯 你會想找些類似 好像飯質的東西 不是榴槤 那些就是飯質的 那些 所以 開頭轉變 是找那些方法 叫做 頂住一下 就好像吃素的那些人 開頭 就先吃素肉鮮 那些 豆製粉那些 差不多 但到上下 你吃那些 你都會覺得夠的 因為都是一種 叫做美叉筒那些 就是戒毒過程 吃一下代替品 那上下你會戒掉的 那你到時再煮 那口味就再煮 那要順心的 不要批評自己 要接受自己 因為上課有講些比例 例如說 大部分吃水果 小部分吃菜 果仁那些 不建議 果仁總之 都是10 甚至有30% 當然 因為我那些都是高脂肪的 好像 好像跟上課 那些 教會不同 所以那些常早都是參考 但實際上 那些是叫做 因為我們講課程 如果什麽都講給你聽 其實沒有所謂的 全部自己吃得了 那你覺得你沒有話說 那我們當然找些話說給你聽 那一般 日門是這樣 那大部分人都可以這樣進行的 但實際上 有些人吃水果 可能吃水果 連醃也不吃 都有的 但有些人吃水果 又覺得 不是 醃也挺好吃 那就吃醃 所以不用追求一種方法 是的 在大自然的動作 他都是很隨心地吃的 所以看自己吃什麽 你剛才說的意思 或者慢慢吃 首先自己想吃 先吃先 慢慢都會甜吃 當然會 是 沒有的 剛才說我那陣子吃太多 之後就覺得 其實茶藥都很肥了 已經是很膩了 那你不要吃 是吧 是的 你的口味會變的 是很應該來的 所以 尤其是量的問題 真的不要閒自己 就說 吃了一個 已經很多了 我吃了三個 再吃下去家破人忙 沒有錢 不要這樣想 即是喜歡吃一吃 吃生有閒錢的 知不知 好 麻煩你 好 還有沒有其他 想問 游水是否儘量不要去泳池 當然是 這也是 如果覺得游水是自己喜歡的運動 但又出不了大海 那泳池都還可以 都算是一種相對健康的運動 泳池都有一些不同的泳池 都要自己去試一下泳池水 好喝 試一下味道會不會太厲害 泳池水 受不了的 皮膚癢就不要去 當然是麻煩的 而且另一個麻煩 就是去泳池 最好就不要去冷氣泳池 去室外泳池會好些 人太多又不行 太髒又不行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游水 我覺得 都相對 未必是最理想的運動 因為人應該真是陸上動物 而游水 因為如果日虛日些 都會容易受濕氣入去裏面 所以如果人相對強壯都還可以 強壯的意思就是 例如你下去游沒多久 你個人就會熱了 你個人會覺得自己皮膚很黏 代表你出了汗 出了油 那些人的濕氣就不會入去裏面 但如果例如你人游很久才暖 那些可能你那個游水 頭尾的過程都會受寒 濕氣回去 所以這個都好看自己習慣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會建議做一些 其他陸地上的運動可能會好些 出汗會更加明顯些 好 多謝 想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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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做運動 吃早餐做運動 我現在最近都經常主張 各位是最好不要吃早餐的 因為這個都不是我自己的說法 最近我看了兩本書都講 是可以不吃早餐的 其中有一本書 最近還在成品那些有賣的 一本很厚的書 是有個牛津生化學的權威 一本這麼厚的書 很多世語研究講 吃早餐是不健康的 世語講的都不是我講的 因為傳統的中國人 大部份的飲食習慣 通常一天吃兩餐的 其實不像中國人的 大部份這個世界古代的人 地區如果是飲食文化 都是吃兩餐 通常上午大約是 9點 10點 11點那些時候吃一餐 然後下午可能是 4 5點 3 4點那些時候吃一餐 通常是這些兩種時間的 如果定時的話 但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是動物 應該就是不定時吃得最好的 所以不定時就是肚餓吃 然後吃一點點 然後去到不夠 不是很飽了 那就停了 然後下一餐 接下來肚餓吃 這個是這樣更加健康的 跟自己的胃口 而大部份人睡醒那一刻 是不肚餓的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我記得我以前小學中學 一睡醒了 然後趕上學那些 媽媽就會逼你吃個早餐 吃個包 有什麼東西 我自己吃都吃到 嘔吐了 然後灌下去那些 但是媽媽說 你嘔什麼吃下去 那些 所以是很痛苦的 她說你自小的搞傷腸胃 好不行的 還有很多人早餐 有那杯奶 或者那些 立刻阿華田那些 都有奶 那些都不健康的東西 所以其實 睡醒那一刻 剛剛睡醒 腸胃其實未復甦的 甚至應該那些 是牠排毒的時間 應該要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吃東西 都這麼想餓才吃 而我一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立刻呆了 我想剛才大家都沒有 什麼人呆了 通常很多人會說 阿醫師不是早餐要吃得好 那些嗎 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 什麼早餐吃得好 午餐吃得飽 晚餐吃得少 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這種理論就是 給一些一般 一天吃三餐的人 就會這樣說 相對來說 早餐應該吃得好些 午餐吃得飽就可以 晚上吃少的好些 這個是三餐相對而言 這樣說是好的 但是牠說了吃得好 都不是說吃大魚大肉 吃夜晚餐擺早餐 你不是煮十個菜 這樣吃早餐 早餐是很難可以吃得這麼多東西 所以好其實都在說吃得少 而其實問題就是 他相對三餐才這樣說 如果你一天吃一餐兩餐 就不是這樣說的 其實健康人是絕對 一天可以吃一餐兩餐的 我之前才有半年試過 一天吃一餐 超爽 一天吃一餐是超棒的 身輕如燕 省很多錢 省很多時間 對呀 牠們輕鬆很多 所以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覺得不吃早餐是容易的 睡醒那一刻吃少些東西 而去到差不多餓了才吃 早餐吃三餐就挺好 所以如果剛才你問那個問題 是早餐之後才運動還是才運動 那你就不要吃這個運動 是應該這樣的 其實不吃是可以運動的 絕對OK的 睡醒立刻動動一下 我想再問一下 我今天吃一盆生 覺得不是很快 很好這樣 人會不會那麼熱氣 非常好 沒錯會冬年下涼的 當然是 那會很正 那會好 又節省電費 是的 是的 的確大部分人吃生 開頭是會寒涼些 所以吃生 開頭在夏天進行 是容易些進行的 現在夏天 那冬天可能會容易怕冷些 通常 開頭那一年那些 會怕冷都正常的 因為剛才說 它會經歷一個 戴除熱氣的過程 人會冷些 所以如果在冬天 開頭冷都很正常 容許自己會冷 接受自己以前身體不好 以前身體以拿我為熟成 現在不好 但是很多人 好像阿朱博士都分享過 吃了幾年後 人就不怕冷了 因為你整個身體健康了 又做運動又灑太陽那些 所以這是需要過程 好 多謝你 好 很多人吃了生後 好像平安教授說 真的很冷 是 我自己都在吃生的過程裡面 經歷過 如果你看了我那本書 在吃生幸福那裡 我都說得很清楚 我自己是有一點 完全猜不到的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是非常怕冷 生命裡面最冷的兩個冬天 不是外面冷 而是外面冷出來 就是冷到 我還記得在我吃生之前 我體溫是戀過其他人的 握緊手都是我手戀過人的 但那段時間是冷得很厲害 我現在試過穿三條褲水戀 仍然是那一條褲子 我還敢很多很多肌 因為跟太太一起睡 就調心著 以前就是我戀過她 現在就是我覺得 我凍得很厲害 但是我都一直在想著 為什麼 身體好像進入了一個 低引擎模式 現在我聽到你講 我想可以解釋到 以前有些依賴 熟熟的時候 依賴了 身體要養飾 可能我愛就極端一點 不過很多人都是這樣 動了一陣子 還有講多一點 也可以是一個所謂排毒反應 因為尤其是那個人 如果那些寒氣本身是五臟六腑裏面的 那些寒氣在五臟六腑 那個人是不覺得動的 因為 不知道你知不知 因為你現在是感受不到 你的五臟六腑的 你發現什麼感覺 你感覺不到的 那些寒氣進去 其實那個人是一般感覺不到的 但如果裏面那些深層的寒氣 排出來的時候 去到肌肉皮膚 你就會感覺到的 所以食生 當它慢慢好的時候 可能是裏面好助先 然後有些寒氣推它出去外面 所以是會經歷這個過程 所以很多病人都是這樣的 例如吃了一些中藥之後 吃了一些很溫熱的中藥 反而那個人很冷 就把他的寒氣逼出去的過程 所以這些人 就要叫他繼續吃下去 之後他才逼出去 就會好回來 所以如果剛才鄭博士說那種 假設他開頭吃生 他不是很冷的 後來才冷了 那就是一種後來的排毒反應 就將裏面的出現出過程 是 下一個 我想問一問 做運動 體溫上升 熱就會出汗排毒 我想問一下 有些運動是高溫的 其實是否不應該做 我聽說有些說高溫是幫你排毒 但是你的體溫好像太多排汗 是這樣的 好看幾樣東西 做運動的確是令你熱些 幫你排走些東西的 如果能夠適當做到這個過程 就是健康的 所謂適當做到就是 你出了汗 出了汗之後 人是能夠還有水去掉 不會乾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一邊做運動 一邊很口乾 通常就叫做遲了 所以通常那些人就說 要做運動前要喝水那些 就是怕你太口乾 或者這樣說 不要口渴的時候才喝水 太遲 記住這個說法 是做運動才說的 如果平時那些人很少運動 是絕對不需要 不口乾的時候喝水 平時一般人生活 應該是口乾才喝水就足夠 但是如果運動的時候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 去到口乾 可能代表裡面已經缺了水了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要不斷喝水 可能好些 但是其實這件事 可以自己測試到的 例如可能那個人 寒濕氣多些 可能他跑步跑了幾個小時 都還是不口乾的 那就好 那就代表他裡面還有很多水 還可以繼續 不用喝水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需要自己測試的 所以循序漸進 這樣做運動去嘗試 那你剛才說過高溫的問題 就是如果那個人 他高溫做完運動之後 他都不算很口乾 或者不算太累 不會特別熱起了 那個高溫環境 是對他們來說好的 但是如果他高溫環境之後 那個人說很乾 很口乾 或者之後 那個人很熱 捱著臉 但出不了汗 那這些就是不好的東西 那代表他散不到裡面的那些 那些汗的熱氣 反而傷身 那所以這個是需要自己觀察的 那要令到自己剛剛好 所以觀察角度是兩種 一種就是口乾 第二個就是出出汗 那如果能夠全程都微微出汗 而且不算口乾的 那就OK了 好不好 好 好 下位 還有點時間 我想這也是一個現象 事實就是 在座也有 另一位文 我生了之後 我就是做便秘 也是這樣 那時候 已經有類的 是的 我想就有不同的類 因為呢 首先通常是 我們用寒熱區分 就是如果他寒氣多些 就會濕氣多些 之後呢 就會容易 吐舌那些的 那如果他是熱氣多些 他就會容易乾些 他就會容易便秘多些 那所以 聽你這樣說 就可能是叫做 就是他偏點熱氣多了 或者可能少了水了 那如果是這樣 可能就要自己生活裡面 喝多水啊 或者吃多點有水的水果啊 或者你反過來 那都恭喜你 那都是代表你熱氣了 那就是 那個人可能是 沒有那麼寒 那也都可能 是代表那個人 本身在裡面都有熱氣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現在開始 排毒反應那些 開始多了熱氣排走 那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這樣也難答 但起碼你大概觀察到 知道自己是熱氣了的 例如只是看你面色 都比較紅 都熱的 那所以 那可能是現在 以前本身的熱氣排走 都不一定的 那不管怎樣都好 那你就向多些 反過來可以吃多些寒涼的東西 是不是 有些寒涼的水果啊 喝一動 那令到自己排走一下 那算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自己生活上 飲食作息調節 就比較好了 即是在食物方面再 是啊 不止食物 剛才說運動 生活作息都好 那可能都需要多水 那些 嗯 好 你說你吃了生之後 反而還不臭水 沒有的 可能是自己 那個 飲食作息 那個飲水的問題 我想他未必是 吃生的問題 可能是他自己身體 要 例如他要排到 那他會想要多些水 回來排走一些東西的 那所以可能 不是飲食不夠 可能是你現在 療癒自己的時候 需要更加多水 是啊 例如好像我們去 做斷食的時候 通常呢 我斷食 之前斷食了五天 那些小便很黃的 但是那麼多水的 是啊 是啊 但是其實他是 裡面的東西幫你清走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是熱氣了 所以 例如食生 可能是你的腸胃負擔減少了 他將你的精力 去排走裡面 其他不好的東西 所以都可以是 一種排毒反應過程 是的 你吃的時候 去到第四天 那時候 那時候他很熱氣 是啊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因為你是集中精力 去對抗這疾病 實際上是的 是喝少了水 因為正常想著 有那些果露 等等 是水喝少了 是啊 這是另一個觀察角度 剛才說的運動 都可以觀察出汗 口肝 小便大便 這三個都是看水的出入 對不對 所以從這幾個角度 知道自己夠不夠水 例如可能是你 小便很黃了 就知道自己不夠水 是不是 可以喝多一點 OK 好 好 什麼想說 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的 剛才聽過你講的一件事 我都覺得不一樣 你說其實吃飯都很好 是的 但你從西方營養 學一下白飯 完全沒有營養 但是中醫的時候 都說吃飯不是很補的 身體很軟 不知道什麼 怎麼解釋這件事 我想首先就是 吃白米飯相對來說是沒有補的 應該吃醋米飯會好些 或者這麼說 各種全谷類都是比較補的 而這個補是因為 其實它算是那些種子類的東西 剛才說種子類都是食物的精華 所以那些都是補的東西 而 但是因為 在飯是需要補的 但是還有些再補一點的 剛才說是根徑類 所以很多的中藥材都是跟的 例如那些什麼人參 當歸那些 補起血都是根來的 那些是會給那個 種子是再補一點 而例如理想上吃肉 是真的再補一點的 因為那個肉 真的把身體裡面的精華變成肉 但是吃肉會往是別的問題 因為它雖然是補 但是它裡面是毒素 所以就得不償失 吃了補的東西還有很多壞東西 所以通常健康進補 就是剛才說根徑類 果仁或者種子已經很舊 而我想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說 其實本身吃飯都很夠補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做人 就是經常都欲望太多 經常想越來越補 再補多些 其實不夠 所以反而覺得 吃飯都好像很一般 如果在作自己 尤其是做一個嬰兒 可能是吃奶 然後是白飯那些 它吃的很爽的 吃的脆脆腥 很有味道 好甜的 那麼是因為我們 想地想吃那樣東西 沒有特別的 所以才感覺它就補 實際上在傳統的衣植裡面 都可以說 根本主國語就說 這粟米的白飯 就是這個黃藏 運氣的 readily available 保生的 所以其實補血器都是吃飯的 在冲医来说吃白饭我们说它是保胃气 保凝胃之气 可以发生人的气血都可以补到的 简单来说就是吃饭可以补全身 可以补武藏可以补血气 可以补肠可以补肝可以补心 什么都补完 但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那些气血又不通 吃了之后他就去不了那个位置 可能你要需要更加厉害的东西才去到那个位置 所以令到我们依赖了很多其他食物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代表很多人不健康 吃饭都不够补 所以他会寻求更加强强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叫做好补是相对而言的 那你看看跟谁去讲 可能相对于吃菜叶可能吃饭会补一点 但实际上不同的食物都有不同的保抑的作用 有补不同的地方 好差不多了有没有其他想说 我看你向柳洪书 终于可言最大的啟發 你就是说那些人为何这么病 就想起来到 令到他们的心人不安 吃生茶这个问题 很多时失败的那些 都是这么多东西想 你觉得怎样可以增加成功率 我想就我以前说吃素都这么说的 需要情理兼备 情理兼备就是因为大部分这个人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学习知识的 如果我就跟你说吃生是完全够营养的 你不用担心 通常你不相信的对不对 所以你都要学知识 令到自己知道吃生为什么是够营养 好像刚才说的那堆资讯 你明白那道理了 那你就理性上很安心 然后你也要有一些感性上的认识 情理兼备 你有感情自己身上试过 也有身边很多人分享过 哦原来吃生是可以的 美女了健康了身体不寒凉的 那你也有个感觉 那当然在这两个东西里面 我会觉得那个感觉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跟你说多少知识呢 如果你见过人版啊 你试过啊 你会明白的 到最后明白那样东西就是 其实真的相信啦 真的不要那么多啦 拋开在一起 所以不妨在尤其是 在开始吃生的阶段 尝试拋开在一起先 拋开在一起的意思呢 例如你心里面明白一个道理 例如是 你从现在开始断食一个月 不吃东西 其实你都不会死的 你肯定都不会死的 那你现在想想 那我先吃生一个月 怎样都不会死的 有吃东西的嘛 那其实很安全的 就算瘦就瘦吧 只要吃点东西而已 你拋开在一起先 不要担心任何东西 好好地享受这个过程 就好像去旅行那样 你一边去旅行你很担心 你享受不了这个旅行 你放开在一起去感受先 你会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不妨就开头先拋开在一起 那你个人才容易进入这个 无忧无虑 那你吃得好了 那之后呢 你就更加容易进行这个过程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跟那个人的那个思绪有关系的 跟你讲那么多东西 都是为了令你减少思绪的 就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两个中处的课堂 你记得多少 但是你有个感觉 我真的会说 哦 是哦 食生真的不寒粮的哦 是 如果你慢慢可以和别人说到 食生一是为何不寒粮 第二是为何不寒粮 那你就更加相信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吃素 开始都是担心有点紧张 但是慢慢和别人说啊 为何吃素啊 吃素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都讲得到的 那你越来越相信这件事 那你就会完全不担心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正正是一个修行 就是一个会在当下 就是一个无忧无虑 自在的人生的修行 所以食生不只是令到你个人 去身体健康的 是真的令到你减少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欲望 所以到这么早下 可能会升仙的 真的会收到 可能会害悟啊 可能会开发很多的特异功能出来的 所以是恭喜你的 你愿意选择食生的路 是整个人生都会不同了的 那大家如果不介意 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好多谢 就是我很好奇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你开庭了之后 听说有不少的 食生食衰了的人去找你 执手你 你说他们是谁呢 嗯嗯 刚才总结的四点 就是刚才我看很多病 总结出来的 我想 就是 食生的过程 就是刚才那四点就那一次 比一样吃太多 没有嘴咀 或者是听别人说自己不知道 不信自己的感觉 然后呢 例如是太多人在想 这几个人都是各个都有的 通常是那些坏了的人都是四个坏了 对啊 就是又吃太饱啊 喝很多啊 又不嘴咀啊 又急啊 又不自己感受啊 吃些不喜欢的东西啊 嗯 当然我觉得所有病都是新病啊 所以往往是忧虑是重要的 如果那个人呢 他那个生命里面他未是很轻松自在呢 是很难做这件事的 例如他现在 他现在工作很繁忙啊 家庭关系很差啊 现在这个时候他转变这件事呢 他很难进行的 那么要那个人呢 真是很拋开一切 然后呢 有些时间啦 可能是转变一下吃什么食物啦 要自己出去买菜啦 要自己打果汁啦 那么那个人才轻松做到这件事嘛 那么所以 通常我遇到那些人呢 是他那个人都很多情绪啊 生活都很多问题啊 工作又很劳累啊 那么你要他转变这件事很难的嘛 正如我们之前讲断食 例如断食呢 你在家里很难进行的 最好就是 就是出街 最好就是不要递关去一些 就是自然的地方 就是在家里有很多欲望嘛 说你上班以后 每天好像说你很劳累 你会想吃东西的嘛 是不是呢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又开饭 又有起锅呢 很辛苦 很多香味呢 所以如果你吃生呢 你家里的人又在吃熟食啊 闻到一些东西啊 你又痛苦呢 是不是呢 我觉得真的需要你 愿意 其实是 等于你真的抽离这个世界 令到你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因为吃生吃素都好 你就是退缩嘛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勇气 如果你有这种勇气 就是我吃生的 我不怕你啊 我不管你 我照吃 那你就是无忧无虑 你就不担心嘛 那你肯定吃得好的 是不是呢 这个就是需要有这种勇气 这个心态 训练自己啊 真的的 我们在ClubO 就选一个叫做21天健康挑战 是帮人21天吃素的 我们第一堂的心法就是这样跟大家讲的 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是什么羞恥的事 不要觉得这些是不见得光的 主动和身边的朋友说 我还要吃衣服啊 别人问你为什么 你不用说为什么的 你会说我参加了我的课程啊 有人带着的 我试一下而已 我没有说多久的 你不用回答他为什么的 那你就轻松很多的 你跟他说 哎呀我为了自己的灵性提升啊 我为了自己的医病啊 那些人会逐个问你 会挑战你的 你会说没理解的 我跟着那些人试一下 我想试一下而已 不知怎样的 做实验 那你就可以抛下设施烦恼 而且多些跟人分享 哇我最近吃了瘦了啊 哇好棒啊 我最近吃了哇身体弱了啊 哇好棒啊 那你就主动出櫃 不要觉得自己 哇收起了一个柜桶里面 不见得光好像做一些坏事 不是什么坏事来的 这些根本是世界的新潮流 而且是做一个自然的动物 应该做的事 这么简单而已 你有这个心 你肯定会很顺利 好吗 好开心的 听到 你刚刚吃的 你也不是吃饭的 我不是吃饭的 但是我没有完全吃饭 但是我吃很多饭的 有时候我经常吃饭都有的 但我只是问一一一 其实我买的 但是我可能还没介到个人 坦白说还没介到个熟食人 还有就是家里有老婆 都还吃素 但是他吃很多饭的 他经常说如果老公吃饭 我吃饭 但其实他就立刻去吃餐厅 另外就是如果我一个人住 我看着吃饭的 我看着你 我超懒又不会住得吃 所以就会吃饭的 所以就会吃饭的 吃饭不用吃饭 如果我一个人生活 我肯定会吃饭 看着你 肯定会这样的 但我想我有另一个身份 因为我暂时都叫做香港素食会的身份 所以如果这个素食会主席吃饭 就可能会变食饭会主席 可能会变食饭的人 可能会觉得你太离地 会暂时会这样的 吃饭的人都可能会不太喜欢吃饭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人 所以暂时我都想做入小一点 因为我的目标都是想一般人才可以提升多一度 食饭坦白说是高收行层次 那是代表你们可以跳班 可能是读完中学才跳大学那样 中一读到大学那样超厉的 是可以循序漸进的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一开始跳舞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例如我认识很多人 就一下子重吃肉的就变味道 就连奶蛋都不吃 以前都是逐步减的 现在很多人都是要跳的 根本是时代的觉醒来的 是真的现在的人更加有多资讯 更加明白 或者更加准备好 所以绝对可以不用经数食者 直接退到食饭的 可以这样做的 是呀 所以这样大家就劲了 大家应该要给点掌声自己好 给点掌声自己 你转得很厉害是 食饭是一种特别高层次的 很收行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 因为可以做到的 大家来看这里 这是一个召唤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这种勇气 这种对自己的自信 我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很羞恥的字 我讲多一句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千万不要吵 他问什么呢 你为什么越咬越衰 他们不是想知道的真理 我们都没有掌握他的真理 他只是拿来问 他问了我舒服点 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好识 我以前都衰了 你有问有答 你没有B12是怎样的 他刚才又怎样来 之类之类 他愿问 又愿问 大家就把脸 是呀 这个我分享一句 如果你对这些人 别人给你任何意见的时候 你都记住跟他说 你讲得对 是呀是呀 他就没东西说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的 可能他这样是对的 但对我来说未必对 所以他跟我说 其实我这个都对我对的 你这个对你对的 这样 是呀 那就和谐一点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这样他就没想出了 很多时候给个协事你 你说 我最近的口味真的做了 真的想吃醋肉 是 肉 我想可能会转回的 不过现在我真的 如果你是讲我自己的personal taste 我自己 是没有解释 我想咬的 是呀 喜欢也没有解释的 是呀 那就可以避过差一点 千万不要骂 千万不要解释 解释无用 可以这样讲的 是我你讲的有道理 我都不是很清楚的 那我回去上网查一下 遲些你会给他看 如果他有真意 我就想知道 我遲些查给他提 我又去请教大夫 好 好 谢谢 好 好